一位是吴秉瑞委员 他是我们财委会非常资深的委员 对于预决算也非常的专业 那接下来是担任过我们金管会部会首长的 这个曾明宗曾委员 他虽然是财委会新科的委员 但是过去在政府单位担任部会首长 所以对于预决算情形也非常清楚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跟我们委员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出席的相关的官员 审计部审计长林庆龙林审计长 副审计长王立真王副审计长 行政院主计总处副主计长 陈瑞铭陈副主计长 接下来北析要介绍的是交通部相关的官员 但是因为今天交通委员会同时在开会 所以有的首长他要请假他没有办法分身 那主席同意他们列席交通委员会 那这边由副首长来代表 所以如果说这个有的首长是介绍副首长 那首长都有驾单 都有驾单在本席这边都有经过同意 交通部常务次长吴孟芬吴长次 今天部长在这个 今天部长因为他已经总辞了 民用航空局林志明林局长 中央气象局新在寅新局长 观光局及所属主任秘书蔡明林蔡主秘 他们的局长出席这个交通委员会 运输研究所林幸德林所长 上午林所长出席 那下午所长如果我们要开会到下午的话 所长因为有公务 所以由副所长陈天四来代表 公务公路总局及所属黄运贵副局长 铁改局唐济鸿副局长 高速铁路工程局杨振居主密 航港局齐温中局长 中华邮政欧文齐董事长 台湾铁路管理局中清达副局长 台湾港务局台湾港务公司张志清董事长 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林鹏良林董事长 林董事长上午出席 如果下午他有公务 如果说下午继续开会的话 由总经理费红军总经理代理 请坐谢谢 费总经有来 对不起 费总经理谢谢你 谢谢 另外台湾区国道高速公路局 陈彦博陈局长 台湾区国道新建工程局 陈彦博陈局长 台湾汽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 邱胜李清算代表人 另外有相关单位 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主任秘书王伟 王主秘 欢迎您 谢谢 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周德利副局长 谢谢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李正安副局长 以上是今天出席的官员 出席被群的官员请委员自行参考 有名单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这个报告 那首先请林省记长就103年度的决算 来进行简要报告 谢谢 知习各位委员大家早 今天就中华民国103年度 中央政府总结算 记忽实单位结算 及中纪表审核报告内 基本入一层 这个相关单位的审核情况 二要报告如初 在总结算部分 交通部主管包括交通部 米六航空机等六个单位议算机关 最初结算审定是 一千年九十亿六千多万元 应付保留室有 一百六十六亿一千多万元 主要是桃园国际机场 连外捷运系统等建设计划 合约期整跨年度继续执行 剩余是十四亿七千多万元 主要是轮速会 还有补助计划的一个捷运款 其次在副实弹结算及中纪表 营业部分 中华邮政有限公司 最后净利一百二十亿 九千七百多万 交预算增加二十八亿九千多万 主要是为外币汇幻利益 以及利息收入增加 铁路管理局 写定减损三十五亿六千多万元 比较预算是减损了二十六亿四千多万 主要是客运收入增加 还有用人会减少 台湾港务有限公司 税后净利五十六亿七千多万 交预算增加了六亿六千多万 桃园国际机场 税后净利是四十七亿两千多万 交预算增加十六亿八千多万 主要是免税店 潜力金收入交增加 台湾汽车科运公司 本年度结算 清算利益是八千多万元 在非营业部分 交通部主管交通作业基金 剩余二百零五亿三千两三十万 较预算增加了六十五亿七百多万 主要是民航事业作业基金 土地标售价格较预计增加 航港建设基金 剩余十六亿八千多万 以预计短数相去 十七亿四千多万 主要是高雄港年外高价 道路等计划 执行进度落后 基金用途交易计减少所住 各概单位经本部审核结果 有提出多项审核意见 想在审核报告 今天有检要报告 底下几点 第一个是交通部推动 第十一期道安改善方案 这个方案每年度的目标 是定定降低交通事故死亡轮事 百分之二 在今年执行结果 交通事故死亡的轮数已经达标 已经有下降 不过在交通事故的造数率 还有受伤的轮数 在这个表一这里看得出来 就是事实上是逐连攀升 那么另外酒醉死亡的轮数虽然减少 不过在地方政府在起地 这个酒驾措输 那么有待加强 这个可以看这个表二的各种数据 那么第三小项就是 这个骑乘机车的速顾 机车速顾的件数跟伤晚轮数 逐年增加 在第五页的表三 而且协商所占的这个比重这个最高 那么这个房住措输有改善的空间 除外在这个第六页 挂乎数就是 驻行车的速顾的建筑 还有伤晚轮数 在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是 逐年增加 那么相关的这个安全管理基础 有进一步强化 这个都已经通知主管机关 来进一步来改善 第二点是交通部除去来推动公路 公路的这个公共运输计划 那么执行结果呢 这个大部分都能够达成绩效指标 不过在规划执行追快 包括在地方政府 推动相关计划 在这个计划的定定 好像可以在进一步来加强 希望能够在执行的时候 有更大的提升 还有在计划执行的这个 部分目标项目 有位如意期 这个可以看在表八这个地方 特别是输轮印记的速占率 还是逐年增加 还有部分地方的公共运输 速占率反而是下降 这个部分进一步来强化 第三点在第十页是交通部局 公路总局办理各项 危险物品公路运输的监理业务 那么相关的这个监理措输的规划执行 有进一步来检讨强化 那么最快我们提出以后呢 这个交通部已经 大部分的交通部都已经做进一步强化 或是改善 第四点是气象级 对这个气象监测品质 地震观测 那么我们发现第一个就是 气象观测站它的维护费 维护费的明显降低 造成部分观测站 那么没有办法有效的运作 而且大部分的气象观测站 都分布在平地 那么在这个各种三区的这些监控 好像有比较不足的地方 还有气象级建筑 台湾东部海域电纜室的这个 海底地震仪 还有海洋物理观测系统 这个经费有花了五亿九千多万 那已经完工 不过在规划 还有速做过程呢 没有妥数评估观测仪器 建筑的深度还有位置 所以在布建完成以后呢 这些设施被拖网遗传 因为它在拖网遗传区域 那么造成外力来拉扯 破坏掉 这个部分造成这个相关的设施 没有办法发挥功能 还有阿里山办公厅设的这个重建 因为没有取得使用组造 所以这个完工以后呢 那么没有办法合法来使用 第五点是铁路级办理台北机场签建设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总经会有一百多亿 目前已经完成新台北机场的启用 不过我们发现在整个规划的时候 有部分卫生作业 而且验缩作业除缓 那另外在维修的专业技术 还有经验的转移 这中间那么有进一步再来加强 所以目前这个车辆减修的效力 还有能量比原来在老台北机场 是大为低落 在第六点是铁路级办理台北车站大楼 特种建筑物的变更程序 而且车站大楼的防火避难测试 跟消防安全设备的工程 这个工程本来议定在101年5月31号完工 不过实际上要拖延到今年的年底才能过来完工 所以在这个防灾中心还有大楼监控的这些整合目标 还没有办法达成 第七是邮政公司办理淡水新速入 邮寄的兴建计划 这个投资了接近5亿 那么完工以后包括这个除原起的使用竹灶 而且这个地方还没有到一个发展的程度 所以它这个新建的邮寄并没有照计划来启用 所以在这个方面影响到投资效益 第八点是桃园机场公司办理桃园机场的一些计划 在有部分进度落后的 那么在包括说目前空域的一些流量的限制 那么有需要在协调相关机关来提升 另外在桃园国际机场两条跑道的道面整建计划 这个计划呢 那么本来是要到103年5月就完成 但是实际上有delay 最后经过赶办的两条都已经完成整建的一个计划 第九是桃园机场公司没有落实监督 桃园航空自由贸易港区民间投资行列计划的进度 它的工程进度严重落后 到103年年底呢 那么它这个完成了总逻地的面积呢 那么只有达到这个合约规定应该兴建的47% 所以还不到一半 那另外这里边有一些兴建的一个使用用途呢 那么它把这个家族延期大为删减 然后来做很多这个物流的这些专期呢 增加了六倍多 所以它这个功能跟原来的这个目标呢 就有一点不太契合 那么这个部分也同时改善 除外在台湾港务公司的这个核心业务 那在这个港湾的收支除去来发生亏损 除外在这个各港口设置的这个高压电 暗电的设施呢 那么这里边使用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 没有办法来发挥功能 这个也同时来改善 第十一点是港务公司 准备办理高雄港客应专期的这个建设计划 这个计划呢 总经会有45亿多 不过这里边它的土地呢 本来是这个石油公司的链油厂的这个使用 那土壤呢遭受这个严重的这个污染 这里边在这个土壤的污染的部分 它在双方并没有妥数的处理 所以在整个工程呢 那从103年要延宕到106年的12月底 那除了一方面隐身额外费用 而且呢对这个引进国际游轮的这个观光效益呢 那么会受限 第十二是民航局 这个在办理这个永续环境政策 福岛航空站 来实施温宿气体的盘查跟登陆 不过这个部分做的还不够落实 有待来强化 第十三是国道采行这个继承收费以后呢 电子收费账务处理 那有部分这个民众缴行的这个益备金 还有补缴的欠费呢 并没有逐渐存入政府的这个信托账户 在金流的控制有带来加强 除外在国道的这个造数案件 还有商网轮数呢 都在这个第28月的这个表14呢 那呈现这个成长的期数 而且特别是重型测量造数比例 还有这个严重性都偏高 那是可以用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来分析造数原因 强化各种管制作为来提升行车安全 第14点是观光局在这个面丽祭典示范 还有国际光点计划 以及国家风景区旅游安全维护 这个成效呢 我们觉得有进一步来做一个强化 在第32月15点是高铁基金 累计短数呢还是非常庞大 那么它负债呢 目前达到500多亿 在租金的流量不足 另外在台湾高铁公司 这中间因为在之前 它的这个整个财务比例 一直距离这个合约规定 有相当大的漏差 最快也经过政府来进一步 做一些整合包括大院的协助呢 目前已经直步来做个改善 以上是就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监省的报告 及副指定的结算 终记表 接本路主管部分 做二要说明详细情况 请看参业本部所送的总监省的报告 以上报告进行主席 请各位委员多主教 谢谢 好谢谢这个省记长简要的报告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巡答 那做如下的宣告 第一 每位委员8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 第二 上午10点钟截止登记 第三 我们的这个林主记长 今天可能是主要被寻的对象 所以主记长上下台的次数 非常的多 沈记长 对不起 林审记长 也因此 沈记长上下台的时候 还有我们副主记长 副主记长上下台的时候 不必向本席行礼 可以直接上台 节省时间 我们首先请登记第一位的吴秉锐委员之群 主席 麻烦请沈记长还有交通部 我们常务次长 吴次长 谢谢 委员早 早 沈记长先跟你请教 这个我选区在新庄 那因为我的选区 这个机场捷运经过 我最关心这个事情 最近是交通建设上 我这一新庄最关心这个事情 那你这个今天的报告里面 对于这个机场捷运的延宕 你报告里面一致未提 为什么 是的 在机场捷运的这个进度延宕 事实上端端续续都有提出来 那么在今年的审核报告 我们最快是没有提 不过在去年 还有往年都有提出来 最近我们也在进一步 针对这个机场捷运的这个建设 那延宕越来越厉害 结果你今年反而又不提 对在过去我们 去年就延宕了 那今年又多延宕了一年了 那又又不提 根本的报告就是 之前我们有报告过监察院 那么监察院督促 那么今年我们在最近 又再次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缺点 包括说 这里面的一些工程转包啦 还有在这个品足检查 这方面都有 沈记长我是这样子跟你建议啦 当然你讲说你以前都有提 但是今天既然是对本院的报告 而且是对于交通部所属 这个机场捷运 我想是交通部所属工程里面 一个重大的工程 那他的确也延宕了这么久 造成地方上面这么大的这个痛苦 所以我是认为 就算你以前提过 今天的这个审计报告 也不适合不提啦 还是要提一下嘛 免得好像 我都看说 我怎么看公司机场捷运 到底当时会好 报告里面一字不从头可以看到 我没有提到一个字啊 好 请交通部副次长回答 是 副委员好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好啊 目前正在做这个相关的测试啊 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通车 测试很久了呢 我去 不是去年喔 去年年初 是 就找我去市城 然后还好意跟我讲说 因为你是新庄的 市城的时候 欢迎你邀请新庄的里长去参加 我浩浩荡荡 带了四五十个里长 我们新庄总共才84个里啊 找了四五十个里长去搭 搭到机场 搭到桃园机场 然后又回来 大家都说 大家那时候的感觉说 好像快好了 不然的话 怎么叫我们去市城 就一年又一年多了 那现在他那个积电系统 刚刚沈记长就讲到 你给那个完红分包 转包 合乎契约吗 解决了吗 他那个传输线 他那个 他的光纤 他的那个曲折度超过15% 原来那个会断裂 所以要抽换 发生了非常多的问题 因为这个 他是有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所以你那个传输如果出问题 很可能会 发生很多的意外事故 这部分到底 可不可以给一个比较 他确定了骑程 马总统任期剩两天 他前面几次的讲 自己在那边讲说什么时候 要通车 什么时候要通车 全部都跳票 那我不知道到底 精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必须安全 无余的前提想能够来 当然啦 难道我们要一个开动的车辆 是要出车祸的吗 整个的测试也是跟这个 桃园捷运公司这边密切在配合 那我们希望是不是 能够最快 是不是年底以前 我们全力再来努力啦 最快今年底以前 会不会又跳票 这个部分还在努力当中啦 好那另外 额外我还要再提一个事情 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是 你们的捷运 机场捷运是后来才新建的 因为你们高价在空中 经过我们清楚很多地方是高价 在原来人家社区的旁边就有那个 高价的这个捷运经过 试车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的噪音问题 尤其是有时候试车到半夜 啊那个分配数 你们没 你们的致死答案都是说 啊就是请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来检测 来量他的分配 我想半夜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低频的分配还有那个分配数 我是觉得这样不合理啦 人家是先有社区你的捷运在后面盖 真的造成人家的困扰 你应该要去测隔音墙 而不是推缩 那这个我们来检测 然后怎么超过标准的 再来 因为你那个通过这一段时间 然后如果你是住在那个社区里面 将来通车的频率没几分钟没几分钟 就一直不停的这样子的这个噪音 将心比心就让他变成受得了吗 我想这个隔音墙该要做就一定要去做 如果说他的噪音超过标准就应该来设置 话都是这样讲 但是等于我们的社区超过标准 现在都说这个因为现在在试车阶段也不知道 然后有时候检测的时候 背景值空旷地方 你平常的75分贝到了半夜的时候的 65分贝那个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人家要睡觉的时候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头脑不要那么硬 人家如果那个居民有强烈的反应 你让我们地方的民意代表 转达这个意见 然后你们每次的答案都是这样标准致事 很僵硬 这个没有乱解决问题 我很担心你将来就能不能通车 又引起抗争 引起抗争你也没办法通 你还是要没办法走 那个你我刚刚讲的 是你的人家的社区先建好 已经在住人了 你才在那边给人家盖捷运 如果是因为你捷运已经早就盖在那边 社区要来盖的时候 到底自己考量这个问题 他在面对捷运这边的时候 隔音的设备要做好一点嘛 这完全同意委员的这个指教 这个希望你能够帮忙 是 好那我们请省记长 要请这个先回座 我再请那个观光局好不好 是 蔡主任秘书谢谢 次长你也稍待一下嘛 观光局也是你们交通部的吧 我想跟你请教 东南亚的国家 现在有几国在我国 还没有落地签 基本上在来台旅客的主要客源国 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可以免签 只有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对 那你知不知道泰国日本是免签 那为什么日本对泰国免签 我们台湾对泰国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预先签证 这个基本上是外交部权责 但是观光局一直在争取 那我们现在就是从去年的11月 有针对这个东南亚五国 包括泰国有对优质团的这个 简化签证 那外交部已经有同意 我们现在在执行中 那事半一年 但是这几个月其实成长蛮多的 我们会再做检讨 我跟你说 我去泰国访问的时候 我去泰国国会访问的时候 泰国的台商就是有这样跟我表达 已经两三年前的事情了 好日本免签啊 泰国虽然国民所得比例比台湾低 但是他在金字塔比较高端的 这些有钱的旅客还是很多啊 他们很想说去日本旅游 回程的时候如果台湾免签 他可以进来台湾留个两三天 把台湾一边走一走 这样他们整个东 就以泰国来讲 整个东北亚的这个 这个行程可以一罐一气呵成 结果因为台湾没有免签 所以这一趟不行 从日本又要再回到泰国 中间没有办法在台湾停留 可惜啦 因为给人家的感觉说 过去观光局 非常重视中国的观光客 中国的观光客 当然我们不是不应该重视 该重视 但是你要考虑到台湾到底 观光客的它的容量 怎么样才能够提供好的观光品质 我们不是把人家拐来台湾 然后玩一玩之后就 生育也要啊 我们希望将来的 来过了还会再来 还喜欢再来 来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常常来 像本期就过去 我的出国几乎一半以上 都是去日本 我去日本我觉得很舒服 就我个人来讲 是它的环境舒服 然后它的 它的这些古物都保 文化都保存得很好 所以去了还会想再去 那我希望有一天台湾也是 来的还会想再来 所以 你现在以你们今天的 这个审计部的报告 去年统计一年是900多万人 人次嘛对不对 已经超过一千了 那一千万了 那是你说 因为我看到的报表是 九百九十几万啊 对那是103年 103年九百九十几万 那台湾的这个 总容纳量以及 台湾的观光资源 有没有好好的成立 是我们很努力 我们很努力在做 我们假日的时候 也会在台湾自己国内旅游啊 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 需要进步的地方 我们的法令也绑得很紧 你知道吗 有很多地方观光地带 它的确需要先卖店 你到日本的那个观光场合去看 只要是那个观光点 它基本上至少都会有整理一个卖店 卖当地的土特产品 我觉得那部分是做的不错 台湾还有进步的空间 另外现在中国拿这个 台湾政党轮替在那边刁难 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我知道自由行人是没有比较少 因为在伴助台政的人 跟我表达说反而人更多 但是团客 他在那边出一些小动作 假设是真的有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要开脱我们的客源 我们要去找南亚的 东南亚的离台湾近的 所以应该赶快检讨继续 要拜托交通部 跟外交部 理清嘛 大家坐下来谈 因为有一些国家可以免签 人家反恐怖我们 更严谨的国家都免签了 我们台湾还要签证 还不能落地签 这等于是巨人教育在我们的 在门口之外嘛 我们欢迎人家来我们这边做客啊 台湾是很好客 他们来了人的胸才有肥啦 来的时候就会花一点点钱 至少对台湾的内区 刺激成长是会有进步好不好 交通部都要努力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曾明宗委员直询 主席 各位委员 麻烦交通部 吴次长 铁路局跟公路总局的代表 曾委员好 是 次长好 首先跟您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现在在机票上 不管是桃园国际机场 或者是宋山国际机场 机票上面 都会打上台北 这么一个字样 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 会让海外的旅客 常常跑错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这个机票上面会打上台北 是 一般来说机票是显示那个机场 像是桃园机场 松山机场这样的代号 对 那 委员指教的这个 所谓机票上打上台北 这个部分 是不是 请相关的行政同僚来说明一下 有这样的情形吗 因为报导 让很多的海外的旅客 常常跑错地方 因为松山机场也好 机票上面也讲台北 那桃园也讲台北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跟委员报告 我们那个台北是国际上的编码 我们桃园机场的那个代码 那个是台北 那桃园呢 桃园就是台北 桃园也是台北 对 那松山机场就是另外是松山机场 是 但是会让人家跑错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能不能进一步来检讨改善 还是没办法 这个可能要在这个国际的这个IQ相关的这边来做调整 我们来研究看看 是好就麻烦交通部研究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请教铁路局 请教现在台北火车站 总楼板面积是有多少 那哪 出租的比例是多少 台北车站 非常重要的地方 但是现在目前使用的强度 是不够的 现在几层楼最高 六层 对 那现在使用区分是什么 它是一个特种建筑 所以说它商业使用的一个比例 是有限制的 那有没有评估过 因为你我们看 国外的很多主要的车站 它的楼层都非常的高 而且是当地的非常重要的地标 那请教副局长 就是我们铁路局 有没有评估过 要把它改建成更高的大楼 有没有评估过这样可行性 改建的部分目前是还没有 但是因为三楼以上 是现在台铁局的办公室 那我们有一个搬迁计划 准备把我们的办公室 搬迁到南港去 那空出来的三到六楼这个面积 这个部分 我们会再依照这个法令的规定 跟台北市政府 申请这个特种建筑的 这个使用用途的 都目标的使用的变更 来全部作为商业用途来出租 其实我是建议铁路局要进步评估 假设 那个在台北非常 重要的这个地标的地点 假设能够改建成 比如说甚至100层 或者60层 那让土地的可以充分利用 也可以改善 可以带来整个火车站地区的环容 也可以让他的财务 挹注铁路局的相关的营收 我想过去 有没有做这样的评估 没有是不是 还没有 因为底下都是 现在是三铁 将来还有 还有那个机场捷印也会在那边出入 是 所以以后啦 我觉得可以建议 铁路局可以进一步评估 尤其假设你VOT 你自己 铁路局不要花太多钱 那你越慢做 以后也不可能 那你那边最高才6楼 其实非常的浪费土地的使用 好这一点就麻烦了铁路局能够进一步来评估 另外请教总局 就是公路总局 就是最近我们在北中南 有没有重大的生活圈的道路的建设 有没有 有没有新的道路生活圈的重大建设 根委员报告 基本上 原则上还是每年都会有 就是由各地方政府 他提报生活圈建设计划到我们公共主席审查 好那请教您 在建设每个地方 区域性的生活圈的重要道路系统的时候 你们在规划的时候 考虑哪些因素 刚刚根委员报告就是说 这个是由地方政府 根据他的那个地方的需求 来提出这个生活圈的道路建设计划 对 这是他被考虑他当地的社群发展的需要 还有他的那个 这个建设 区域发展的关系来提出这个 他的必要性 当然还有一个是财务可行性 跟经济可行性提出来 我要跟市长 要跟顾局长说明 因为大家很清楚 台湾地区人口老化的情况 非常快速 而且出生率在大幅降低 所以我觉得在规划相关的区域的道路的时候 要考虑到人口减少的情况 因为其实现在中南部有很多的道路 很多的道路系统 其实常常发生的情况就是一条路 开的非常大 非常方便 但是现在使用的频率 跟使用的能量 流量 其实非常小 所以我是希望建议 交通部以后再规划 区域的生活圈的大路 还有重大的交通建设的时候 要考虑到人口的减少的趋势 不然你会重蹈 像现在整个台湾地区的大雪的情况 你到时候浪费了那么多的国家的资源 建设以后 但是使用的频率相对的低 使用的流量相对减少 对国家的资源的配置其实很不好 我想这一部分 次长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想刚刚委员的这个指教完全正确 我个人跟交通部之边是完全的认同 因为以这个道路的这个建设来说 目前台湾已经到达一个 可以说是相当完善的一个地步 那高龄化结果 或者是人口减少出生率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们应该从这个软体的这个提供 包括这个公共因素的这个辅助上面 进一步来改善人民这个型的品质 硬体的建设部分是可以 适当的在审慎的在于评估了 我非常同意吴市长的答复 就是在考虑任何的国家重大建设的时候 必须考量到人口的因素 过去我们像刚刚提到了 大学设立那么多 你看就是没有考虑到出生率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交通部以后 在提出重大的公共建设的时候 当然方便整个区域民众的优先 当然很重要 但是要考量整个人口的 未来的减少的情况 不然真的大量建设的结果 大量建设的结果 以后流量使用量大幅降低的结果 会造成到时候真的还来收拾善后 我希望以后了 交通部在做重大公共建设的时候 要把人口的减少因素把它考虑进去 是 好 谢谢 另外请教 刚刚吴炳会委员也提到 到底现在大陆的路客 去年来台湾的总数是多少 去年大概是400多万 在1000万当中它占了4成 418万 对 418万 那团客到目前情况 是不是真的有减少情形 大概从3月份开始有这样的 这个所谓的传言出来以后 那3 4月份看起来是 并没有太大的显著的减少 不过5 6月份以后 好像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自由行是不是没有受到影响 自由行到目前也还好 对 是 那另外外界一直在质疑说 路客来台湾地区 他的每一个人的 消费的每人每天的消费金额 是不是真的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相对偏低 偏低的幅度大不大 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瞩密说明一下 这个路客的这个消费金额 没有 路客的消费金额 基本上是比我们的总平均是比较高一点 那比日本稍微低一点点这样子 那但是它有逐渐减少的一些趋势 是主要是因为他们自由行来多了以后 不会像团客买那种高单价的那么多 所以会有逐渐稍微减少这样 但是 但是外界也在质疑 很多的您刚刚讲去购买高单价产品的 这礼品店 几乎都是大陆或者香港的企业在经营 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我们查的部分是有 是有这种状况 对有一部分 那外界一直觉得说 超过400万的旅客来台湾旅游 但是很多的这些旅客的 所谓衍生的经历利益 完全掌握在路客 或者是大陆人士所上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基本上不应该以偏概全这样子说 因为这个观光客到台湾来 其实是到处去 不会说只局限在某个地方 特别是路客是走台湾全岛 所以他的这个消费是利益均沾的 好谢谢 也要请交融部 注意这么一个现象 谢谢 交通部次长 我看你今天是主要背询的对象 所以你上下台不必向本席行礼 谢谢 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质询 黄委员也是我们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谢谢 谢谢主席 是不是可以反请台铁副局长 中副局长 中副局长 台湾铁路局的 不好意思今天新北市交通局是不是有副局长练习 对他们是新北市交通局副局长李正安副局长 可以也麻烦请那个李副局长一同吗 不好意思因为杰森 时间的关系 我还是先等一下副局长好了 两位好 今天在决算报告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有关于交通事故的房子 那跟死伤人数的降低 但有一件事情啊 我已经关心了非常久 然后我不断的在追踪啊 那今天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希望可以跟两位 交换一下意见啊 理清这件事情啊 到底要怎么处理 这个是2015年5月去年的报道 那这个是瑞芳在62号快速道路下来 瑞芳路前面的一个地段 这个地段过去发生的状况是 不断的有重大的交通事故 甚至是死亡车祸发生 当地的里长在去年5月的时候 当再度发生车祸的时候 接受媒体的采访啊 他讲了一个语重心长的话 就是真的该未雨绸缪 不能再忽视下去了 那重点啊是在台铁旁边这边 盖了一个花台 那这个花台呢 使得本来比较宽的道路 到这个路段的时候缩减 那一缩减的时候 常常在这边发生交通事故 撞的车子都翻了 那这个就是我具体啊 所刚刚点出来的地点 我先让两位知道 现在在讨论的 到底是哪件事情 这个是今年3月的时候 再度发生车祸了 再度发生车祸了 一年多过去了 这个事情到今天 都还没有解 这个事情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 这个是我大概收集啊 当地 每次在这个路段 发生重大车祸的照片 也给两位参考 那为了这个事情啊 我事实上也有曾经啊 请台铁的 也有跟新北市交通局的 一些同仁 我们有交换过意见 那我现在收到的回函啊 是台铁告诉我的说 有关于这个花台影响交通安全的事情 你们已经喊请新北市政府 依照这个规定 向你们办理有偿拨用 那花台的拆除 及入积的挡土设施 其规划设计施工 由道路主管机关一并办理 那我先请教一下台铁 你们所讲的道路主管机关 指的是谁 指的是新北市交通局吗 那个如果是台北市 应该我们指的应该是属于新北市政府的 那不晓得 新北市交通局的副局长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跟立委报告 因为这个资料上有点出入啦 本人是新北市捷運工程局的副局长 因为他提供的资料 所以跟你没有关系就对了 我会回去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看到的 他是写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副局长 所以这件事情你并不清楚 我不清楚 因为不是我全责范围 不是那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就是说 这个牵涉到一个中央的部会机关 是台铁 也有地方政府的机关 但是我现在收到的讯息是 这两个机关在踢皮球 台铁说他地愿意释出 但是花台的拆除 跟拆除了以后的挡土墙 希望新北市政府来做 可是新北市政府 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认为拆了以后 那挡土墙应该由台铁自己来做 那我刚刚从这一系列的报道 也很清楚的 跟各位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存在 这个问题存在了很久 而从这个问题被发现 被提出来讨论到现在 那边已经发生了好几起 非常重大的交通事故 那当地的居民都觉得很困惑 当地的居民的立场是说 我们要防止交通事故 就应该要有人来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我两个方面都去协调 两个方面都在踢皮球 我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 台铁副局长如果新北市政府 他们还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可不可以比较有担当一点 说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我们为了要保护当地行车 所有的人还有当地居民 他们的生命安全 台铁就决定承担下来 把它做起来 副局长你能不能 副局长能不能做这样的承诺 先委员报告 如果是公路道路的宽度不足的话 应该由公路的道路主管机关来处理 那现在那个地方没有错 那个花台是属于铁路用地 铁路用地我们是基本上讲是供铁路的来使用 那原则上如果照我们给委员你的公文的讲法是说 只要新北市政府他愿意把这个公路的宽度拓宽的话 用到我们铁路用地 只要不影响到铁路使用的话 我们都会全力来配合 对啦我现在知道你们愿意把第四出来啊 但是你把花台拆掉盖个挡土墙嘛 现在我刚讲了半天就是说 拆花台跟盖挡土墙的事情到底谁要做 台铁认为是新北市政府要做 新北市政府认为这是台铁的事情 那两边互踢皮球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啊 所以我才跟台铁说你刚讲的立场我完全都了解 那你这样的立场也透过这个公文跟新北市政府讲了 但是我现在在讲的是万一 新北市政府还是不愿意做的话 台铁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 还是你们觉得说你还是有困难 一定要逼新北市政府做才可以 如果做公路使用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由主管机关来处理 因为台铁的铁路用地全省很多 如果照这种模式进行的话 你怕说开了这个例子以后 你以后没完没了就对了 有这种可能啦 那是不是虽然我知道今天 您是捷役局的同仁跟这没有关系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意思带回去给新北市政府 请他们再商量一下 要不然这两个机关互踢皮球 我不希望明年的时候 我们又在同一个地方讨论同一件事情 而在这个期间当中又不断的发生车祸 因为如果这个是政府的主管机关 应作为而不作为 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有欠缺的话 接下来都还有国家赔偿的责任 那现在我们把它拆掉 盖个党土墙所需要花的钱 我相信绝对比未来国家赔偿的责任 要花的钱要来的少 但是真正的重点是说 倒不是那个钱多少的问题 而是这边的交通事故不断的发生 那个新北市政府的同仁可以请您先回 那个副局长不好意思 我再请教您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汐止那边的交通 一直是当地的居民 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因此我们也很高兴台铁 总共花了四年的时间 28亿完成了所谓第三轨的工程 那当初在第三轨工程完工的时候 去宣称说它有很多优点 包括了解决道路庸舍的问题 基隆跟台北之间的列车呢 可以在尖锋时间缩短为八分钟一半 可你请副局长告诉我说 第三轨完成到现在 这一个当初所宣称的目标有达成吗 不管是说增加列车的班次 现在每天从几列增加到几列 特别是尖锋的时间 那同时运量是不是有提升 然后准点率是不是有提高 好 没有关系 就是我非常关心 就是我们现在第三轨 花了这么多钱把它盖好以后 当初实际的功能是不是有发挥 因为我看到 现在往来在基隆跟汐止之间的列车速 在尖锋的时间 事实上还是有长达高达18分钟的间距 跟当初所宣称的八分钟 事实上差非常非常的多 这边细部的资料 是不是在可以请台铁的同仁 在提供资料给我 就是你们那个轨盖起来了以后 那电链车你也新购了嘛 那新购的电链车是不是真的有在 本来预设增加的轨道上面 增加运量增加班次 同时提高准点率 这个都会攸关于在那个地区的人民 他们上下班的时候 实际上面交通的需求 不好意思 最后一分钟我是不是可以请高工局的同仁 杨祖秘谢谢 杨祖秘谢谢 我也好 有很多重车的进出 所以那个时候江北桥的防汛道路呢 事实上造成了路面 还有旁边桥墩 非常多的损害 这个是在损害以前的照片 那后来因为呢 对于当地行的安全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我就请了你们高工局的同仁来 说你们把这个路弄坏 旁边有破损通通都要补 那你们也承诺说会去跟包商讲 现在这个地图 是我告诉你的在防汛道路 A B C D 总共有四个地段 这四个地段实际的状况 你们用的沥青路面 后来补墙的 是用颗粒非常大 比较劣质的沥青在补地面 结果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旧有的道路哦 旧有的道路路面的品质 比你们重铺以后还要好 你们重铺的品质长得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都是从现场拍出来的照片 那第二个 本来是用洗食纸的方式 在旁边盖的护栏 结果你们用这样子 随便水泥补一下的方 随便用水泥补一下的方式 然后利息呢 把本来的排水口全部都塞了 这个都是我在刚刚点出来的那些 你们一定要跟你们的施工的厂商讲 说所谓回复原状 这不叫回复原状 你有使用道路的必要 为了工程我们大家都可以谅解 但是你结束了以后 你要回复原状 你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弄完 就好像交差了事了 对于当地本来的那个道路 就作为脚踏车用道的安全性 当地的居民 他们对于那个地方 所造成的整个路面景观的破坏 负面的观感非常的强 是不是可以麻烦高工局的同仁再回去 看你们到底跟哪一个承包厂商 在做这些事情的 这种施工品质 在2016年的台湾真的令人不敢恭维 好不好 是委呃委员我想我们会督促 呃相关的同仁 那我给你一点时间啊 那你做好以后 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通知 呃没问题 然后我再陪同高工局的同仁 限定去勘察好不好 是是我们把你的过程也会让委员知道 谢谢 我们补充介绍一下 现在在场的有 啊 赖世保委员是财委会的委员 费洪泰委员 财委会的委员 江永昌委员 哈在这边哈也是我们财委会 财政预算委员会的委员 另外林俊宪委员是交通委员会的委员 谢谢 现在请赖世保委员质询 嗯 主席各位先进 请一下沈记长 然后以及台北市政府的 长官好不好 台北市政府我刚刚看到名单有 台北市政府王主任秘书 主密还有副局长 还有交通局副局长 可以三位长官一起吗 赖委员早 好 这个沈记长早 请问您是 我是捷运局的主密是吧 是我是捷运局主密 好 两位啊就是我关心啊 这个地方的建设啦 那个文山区大家有一条线啊 叫做捷运环南线 那这个呢其实中央该做都做了 来来回回 那现在可行性评估也过了 然后是到台北市政府做这个细部规划 对不对 进度怎么样 是跟委员报告 现在综合规划报告书已经 草稿已经完成 也开过期末报告 现在最主要在这个 新北产业园区 目前还有一个路线段 现在因为地方上的这个 还没有寻求到最后的共识 目前我们也针对 因为新北产业园区里面的这个建议 我们也提出另外一个替代方案 最近会再跟地方上来做协调 如果这一段OK的话 我们会把南环段跟北环段 一起的这个综合规划报告书 会报交通部来核准新的院 大概什么时候 因为这个替代方案刚刚提出来 我们目前也 难道不能够先送那个南环段吗 因为它基本上它是 财务计划会在一起 如果说我们单独只送南环段的话 可能它的这个财务 那你这样讲可能要拖延就很长时间了 不会我们 我们也把这个时间的压力 上半年可能吗 六月以前可能吗 六月我们希望把这个替代方案 能够跟地方上开说明会 才开说明会而已啊 对 所以我看你这样讲最快九月啦 是 九月可以吗 可以送吗 因为这个原来是去年底就要送啦 是的 是不是 去年底现在已经快半年了 是 因为去年也把南环段的替代方案 这个王祖命啊拜托你啊 那个省记长 对这个事情你要不要讲一下话 我们这个 中央也是 也补助了一些钱 也准备要做 然后地方呢 就一直拖在那里 你要不要讲 你要不要看 是的 在刚刚这个进度 这个族行状况 那么 主办已经说明 我们省记部 对交通部的这些重大建设 它的一个族行进度 不管是补助 或是自己族行都有在督促 那发现说像 其实在交通部 104年度的这个重大建设 它的一个补助款 好像有增加 所以有 大部分在族行上 有几个大建设 都有抵律的地方 我们会 会再详细了解 增加到 其次啦 问题是进度 严重落后 对 进度严重落后 我们希望省记部再订一下 对 好不好 主目就请回好了 我今天主要是来 确定一件事情 拜托你 目标9月 可以吗 今年9月 一定要送出来交通部 努力 9月送出来交通部 好 那个省记长先不要离开 我们先请一下交通部的长官好不好 交通部今天是 吴次长 吴次长来 请 赖委员好 次长你是文官嘛 是 所以继续留任嘛 是 OK 所以可以问你 这个跟台铁的长官一起好不好 台铁的 台铁的副局长 中副局长 我看了一下审计部的报告啊 说台铁去年亏了35亿嘛 那台铁有一块地还蛮值钱的 400亿之多 然后现在教委会出审通过了 通过了就是列为文资啊 政府要无偿的 无偿的征用 就当作一个骨鸡 所以呢 你们的400亿就泡汤了 我先行叫省记长 台铁每年亏 好不容易有这块地 还可以用 价值400亿 是不是 结果现在 马上就要被人家拿走了 你怎么看这个事 是的我想 这个是要照相关的法律的一个规定 目前好像还没有完成这个删毒 很快删毒喔 那要看他获取情况 很快删毒喔 如果台铁交通部都没有讲任何话 就删毒了 交通部给你讲个话吧 你要不要对这个事情讲个话 你的400亿就泡汤了 政府没有钱喔 不可能给你400亿 是我想这个对整个台铁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所以我们恳请立法院这边 要对这个案子 是不是删毒的时候 之前应该再审慎评估一下 因为这个对台铁 他目前如果这个400亿是 变成要无场拨用的话 这个对台铁的营运 会造成重大的困难 会倒闭吗 呃 是因为原来希望有裁员 溢注的这个变成没有的话 这个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这400亿有点是 share of finance 就自己的 自仇的一样 对吧 是 那你现在突然就 一个法通过了 就没有了 是 是 没有的话 当然 如果政府有好的应用 老实讲 我们也都该支持啦 是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 我没有任何 任何批评的意思 只不过 过去 所谓的这些文创产业 在弄的时候 我们政府都大力鼓励 包括金融机构也鼓励 金管会也鼓励 可是你去看看文川产业 好几个里面 就抓奥房东嘛 被那个卖场 所以也就是说 换言之 现在会有一个picture出来啦 就是 你的400亿 没有啦 拿去 当做一个 等于是 这个文川产业区 然后呢 他们去卖小吃 卖什么的 结果 会是这个样子 结果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 沈记长啊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们 沈记部 没有意见吗 是的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是在法律 或是在行政中间 那像说 刚刚市长讲的 就是铁路级 是很重要的裁员 那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详细情况不清楚 他这个台北市场 这么大的地 是要整块 都是历史文化 还是说有一些 整块地都变成古籍 如果说是部分的话 会不会说 就在对台北沖起 就会少一点 整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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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那块 还蛮漂亮的 对吧 次长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文资保存 或者是文化产业的 这个预程是很重要 但是 对台铁来说 是肩负着全国的 这个 一个infrastructure 的一个整备 所以这部分 也促请大家一起考量 好 那个台铁的长官 可以先回去了 次长继续 我要请教 现在 新政府马上要上来了 这两天很大的题目 叫做 新南向政策 敲锣打鼓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路客平均一年来台湾多少 东南亚的客人来台湾多少 路客去年是418万 418万 对 东南亚勒 东南亚大概也有200多万 全部 东协十国多少 对 没有 没有啦 200多万 1万都没有欸 对不对 那位长官讲一下 多少 东协多少 那个 东南亚基本上 那我们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是我们主要的 对 大概多少 大概七十几万 七十几万啦 没有200多万 然后那个 我们现在争取的那个 官宏专案 五个东南亚国家 这个部分再加起来 我们希望看能不能加到这个 快到200 好 那个次长 是 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 新政府的用意啦 我们也尊重 因为新政府新的做法 他自己怎么做 他现在就是要尽量的减少 就是路客不来没关系 我尽量 由东南亚的 东南亚客来增加 可以完全取代吗 我们还是希望路客能够持续来啦 那当然这个 如果说确实有减少的话 目前观光局是有针对这个东南亚 还有日韩 这个地方再来增加这个开发啦 去年整年度的 这个旅客多少 来台湾 整年度是一千 超过一千万 一零三年 今年预估呢 今年要达到可能 可能有困难啦 会少 大概少多少 具体你们有评计 你们估一下吧 有没有少个10% 我们希望不要少啦 但是会啦 会少 因为我们自己在估喔 就是说如果路客少三成的话 大概少一百二十万 那我们从国际旅客去增加一百二十万 增加得到吗 增加得到吗 甚至啊 光光归光光啊 是不是 两安再起床啊 我们还是欢迎路客继续来 是 而且是全花越多越好啊 应该这样子吧 对不对 那个次长我再请教你啊 那个地商行下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目前正在做设计 我们是希望说 2020年能够来启用 会顺利吗 全力以赴啦 航空城的范围 听说又缩小了是不是 目前是完成听证作业 那会进入土征的阶段 到目前并没有缩小的这个 情绪啦 那个第三跑道什么时候做好 第三跑道因为它还要这个 会会透过这个核心区的 这个土地征收跟环平 所以它会比较慢一点 你会不会担心啊 等到你第三跑道弄了 第三航下弄了 结果旅客少了 还给我耶 会不会担心这个 呃 事实上以目前来说 三千六百 三千八百万来说 事实上已经是很周金见处了啦 那当然未来 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观光 还有商务的努力 希望能够到达六千万 我想第三航下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啦 OK 好 是 是 谢谢 接下来请林俊姓委员质询 好 谢主席 本期邀请我们交通部次长 吴次长 林委员好 次长好 是 次长想请教 我们的 韩港建设基金 哪个单位管呢 呃 韩港局 韩港局齁 是 請局长 局长吗 是 好 是 委员好 局长好 我们的韩港建设基金啊 是关于各港口建设的一个重量裁员 对不对 是 有关这个 机组建设部分是由韩港建设基金的支应 对 所以啊 应该专款专用啊 韩港建设基金呢 在 民国八十四年啊 曾经借给内政部营建署 经过当时的审议会啊 请我们的韩港 就韩港建设基金之前啊 应该是 省政府所属的交通建设基金嘛 是 从 那个时候是交通建设基金 电了14亿啊 给内政部营建署啊 是 那这笔钱为什么不要回来呢 呃 当然我们积极的去争取 那 诸如此举金转为营建署 你有多积极啊 那 他们 我们在交委会也有做成决议金 你有多积极啊 那他们到103年子啊 已经 结清的部分 现在剩余的经费大概是 4亿 1700多万 还了3000多万啊 诶 原来 原来103年底是14亿 从101年到103年 他持续编列 在104年编了10亿多 但是到了104年 可能他预算程序 这个 从 从84年啦 84年就给你借钱啦 你要到 你要到去年啦 那要到1亿多呢 国长交通部跟内政部 是有充分在沟通 那怎么沟通 那内政部他们要透过预算编列程序 现在还签多少 你先说 现在还差4亿1716万3千元 多少入账 还了多少 不 截至目前大概剩下4亿多了 不是 还了 不是 还了 他借的是14亿4581万 14亿啦 对啦 到目前已经还了10亿6525万 还有4亿1716万 有10亿已经 已经还到我们基金了嘛 是 从100年开始编列 还剩下4.1亿 什么时候还我们 我们在交委会的决议是西方列政部他们要 上一次的决议是西方列政部他们要 上一次的决议是西方三年 要编列完成啦 但是 还要透过列政部的预算程序才有办法 我们编二十年耶 但是我们也是要透过那边的 编二十年耶 那是港口建设的基金嘛 我们赶快把这笔钱要回来好不好 那要不回来怎么办 我觉得委员关心的非常重要 以前香港建设基金可能资金还算多 那现在香港建设基金进入高峰期 对 马上要出现一些这个 你现在也要有 包括我们台南安平港 你都有一些的一些的规划 那没有钱怎么做 所以我想我们会积极来 把这笔钱要回来好不好 请这个内政部协助编列预算啦 好 谢谢 好 谢谢 次长 我要跟次长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中华邮政在吗 中华邮政 在 那个 翁董事长请 翁董事长齁 次长 是 这中华邮政啊 他有几项业务齁 第一个我国电子商务 我们先讲我们的电子商务 台湾的电子商务 最近几年啊 可以说是 成长最快的一个新产业 是 我们从民国99年 大概一年有4000多亿的 4600亿的营业额到 我们决算的103年估算啊 大概9000亿啊 这成长了一倍啊 那有 上造的电子商务 那照理讲啊 跟电子商务相关的 像邮件啊 快递啊 包裹应该也要 跟着成长啊 是 那我看一下我们中华邮政啊 在 邮件包裹快递的业务啊 就反而副成长啊 翁董事长 这个部分啊 电子商务应该是 蓬勃发展的一个产业 它每一年都很惊人的 數字在成长 那为什么我们的 包裹快递业务啊 却反而不断的衰退啊 你像102年就衰退了7% 103年又衰退了4% 那其中啊 我们中华邮政 你们自己检讨相关业务啊 竟然把无名指投递 这个业务给停掉了 是 你为什么把它停掉呢 是 无名指投递的业务 在 对中华邮政来讲 是个赚钱的业务啊 你的各项业务都已经衰退了 就反而 把会赚钱的 服务 无名指投递 你把它 把它停 一个董事会 就把它停止 为什么 为什么 好 我回答委员的问题啊 先从后面讲啊 有关无名指投递的事情啊 确实是在 今年的年初啊 把它停下来了 那这个呢 这个利弊互建啊 利的说 它可以带来一些微薄的营收 增加我们的收益 但弊的是呢 就9000多个邮差来讲 每天要送这些 无名指邮件啊 到 这个千家万户去啊 造成他们很大的负担 而且 这不是负担嘛 这是服务 中华邮政最强的竞争力啊 就是我们有遍布全国的 邮务市啊 我们有其他的民营快递啊 没有办法跟你们竞争的 就是几十年来 我们所建立的服务网 也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服务网 你才可以去做无名指头地嘛 那你把这个业务给停掉 为什么 你说因为选举啊 很多人来运用 这个也算理由吗 我刚说在选举 今年1月16号的选举之后啊 我们董事会经过这个讨论之后啊 决定把这个事情把它停下来 那么这个呢 其实它有营收是事实 但是并不大 但是对于9000位邮差 造成很大的工作负荷 而且我们一起投地的时候啊 有时候也衍生很多的争议 产生了争议的无形成本啊 远高弱 你是殷噎废死啦 会产生争议啊 主要是选举期间 选举期间一些 一些选举文宣的投地 或者是说 选举期间候选人彼此之间 就所谓黑寒的争议 那关我们游巫市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可以 你因为这样就把这个服务给停掉呢 我跟委员报告 而且就一個應該是郵局獨一無二 是你們最好的 也只有你們有這樣的基礎 有這樣遍佈全國的郵務室服務網 你們才做得起的業務 你就把它給停掉了 剛剛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時間了 這個討論是有利有弊 經過統事會討論 後來交通委員會也決於同意把它停止掉 是哪個交通委員會 哪個交通委員會啊 跟你懷疑有什麼關係 因為在我們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那是你們自己 隨便一個董事會就把它給停掉了 那我現在我要再提案 董事會是我們中市最高的 我要提案啊 我希望能夠建議 董事會是我們中市最高的權力機關 我知道 我要提案來建議 我們郵局來恢復 恢復這項業務 你不要跟我強化講 那請委員提案沒有關係 我們再來一層次 沒問題 好我要兩分鐘的時間 我先請教次長 次長 是 當時因為ETC啊 給遠通來做啊 也引起很大的一個爭議 從103年1月1號開始啊 台灣就進入所謂的ETC啊 由遠通來做這個ETAC的服務啊 我看一下我們的一些報告啊 一年啊 他有幾十億車次啊 都經過ETC收費啊 是 但是他有幾項問題啊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持續注意一下 是 對遠通公司執行業務的一個監督 比如說我們收進來的錢 民眾繳的錢 為什麼會進到他公司的帳戶去 照理講 這筆錢怎麼留 在我們的契約裡面 政府規定的非常清楚啊 像 被審計部糾正的 有幾類的 這一收隨便一個金額都幾十億啊 是 那為什麼 跟委員報告 目前高公局這邊已經按照合約把他進入 讓這些金額進入到信託帳戶 那他為什麼可以違約呢 遠通為什麼可以違約呢 這個是不是請局長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遠通公司 我們都按照合約的相關的機制 要他要進入到這個信託帳戶裡頭 而且也都有相關機查的 你並沒有完全照合約來 所以我現在才希望啊 是 你們一定要求要按照合約來 是 我們會遵照委員的意思 錢是最重要最敏感的 依合約來執行啊 錢要怎麼走要依合約來 我們大概也就是 照理講 錢應 預儲金帳戶 應該是信託到政府認定的帳戶裡面來 是 到政府的信託帳戶 不是到遠通公司去啊 是 現在就是按照這種方式來執行 因為同時 在當年要推動 ETC的時候的一個縮帖 也重要一個原因啊 也提起啊 可以啊 減少交通事故啊 減少國道的 因為透過 所謂的ETC啊 讓行車能夠順暢 預期可以減少 國道的造勢率啊 結果反而沒有 為什麼 我不曉得這方面 有沒有做進一步專業的研究啊 在政府公布的數字裡面啊 國道的A1 A2 A3的各種造勢率 死亡率 傷亡率 都提高啦 所以使用的ETC啊 並沒有降低 國道的車禍造勢率 為什麼 這跟當年的期待啊 有所落差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人 人的 行車人 用入人的生命保障 當然我們要有各項的原因 但其中當年說 推動ETC啊 所謂造成車輛可以行 行車順暢 預期可以減低 國道的造勢率 為什麼做不到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有關這個 ETC實施了以後啊 在原來收費站站區的地方 我先跟你說啦 的交通是順暢了很多 跟一百 對 跟交通順暢 為什麼車禍會增多啊 在那個地方所產生的造勢 市長我先跟你做個參考 跟民國一百年 還沒有實施ETC之前來比啊 ETC實施以後啊 他的車禍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造勢的類別 建數都增加 每一年都增加 我覺得 跟當年啊 我們的期待訴求 完全不一樣 這是不是需要 進一步的研究去改善啊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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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們請招通部次長 吳次長 徐元好 我要請教你一些Uber的問題 似乎越演越烈 我們看一下 現在Uber 大家看到了 Uber 它到底增加了一些 外部的成本應該誰來處理 尤其從Uber 裡面我們看到了 AirBnB 所以BnB 也是你們主管的 比如說它屬於旅館 然後我們看到Uber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現在昨天說Uber降價 司機火大 喊說要Bus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計程車的車費費率 要漲 要跌 我們政府有監督 有控制的力量 這個Uber 要漲 要跌 司機都沒有講話的餘地 他說了就算 看到這個新聞 你們到底有什麼反應 我今天特別把報紙翻一下 看看我們交通部相關主管機關有沒有什麼反應 好像沒反應欸 好像是不是遲鈍啊 為什麼呢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Uber 它是一個 目前是不適法的一個營業模式 不適法 所以我們就不用管 不是 因為基本上我們希望他能夠修正他的營業的這個模式來納入規範 但是他始終不願意 不願意就抓 是在抓 到底抓了多少 今天計程車司機 哀鴻片野 滿肚子火 到處罵 因為 不但搶了他們的生意 還製造了他們生意競爭的機會 他這個一降價 啊計程車司機要不要降價 難道你要計程車司機打折招 招攬客戶嗎 我想 那問題就來啦 可是沒有看到你們的態度啊 態度 對Uber來說 交通部的立場是希望跟地方政府合作 來繼續加強取締 直到他 能夠修正他的營業方式 來納入現有的規範 事實上 告訴你一個法條你就可以辦啦 有沒有看到刑法裡面有一個法條 善禍他人違背法令罪 善禍他人違背法令啦 沒有經過政府許可的你做在職業的話 這不就是善禍他人違背法令嗎 他善禍了我們的一般的司機去參加你的Uber 然後啊違法營業 你們為什麼不移送呢 移送檢察官偵辦啊 我看了這麼久沒有看到你們想做啊 再看下一頁來 現在司機跳出來講 說大家要去公司去抗議這樣的活動 你們不但是收不到稅 你們主管業務不認真 你們還製造社會問題 讓繼承這些司機 要集體去抗議 影響治安 影響交通 製造社會人心的不安 沒有法條嗎 交通部都沒有法律人才嗎 交通部都沒有學法的嗎 難道你們不知道要去 控制一下我們的法務部嗎 今天我就告訴你 有這麼一個法條在這裡 你們為什麼不會用呢 我現在就告訴你啊 我再講一遍喔 善禍他人違背法令罪 有沒有聽過財政部 以前不是有人說抗稅嗎 說我們政府這個不對 所以大家拒絕交稅 結果 我們財政部說什麼 拒絕交稅 善禍 或者善不大家來抗稅的人啊 叫做善禍他人違背法令罪 要給人家移送法辦 你們為什麼不會想到 難道你們跟財政部比起來 比較不如嗎 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們過去也一直在諮商法務部 那確實是沒有像委員提到 這樣的一個法條的引用 那今天委員提示了以後 我想我們交通部陸貞司這邊 會進一步在研議 看看是不是 Uber成立一家公司 叫做台灣與博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對不對 是 是 負責人移送法辦 而且 移送的時候 特別跟檢察官講 他重複在 不斷的反覆實施犯罪行為 要求檢察官收押 因為他不斷的在重複 在鼓勵 不斷的在鼓勵善禍 繼續在從事這些行為 這構成巨壓理由 我們會參考委員的意見 在進一步 這構成巨壓理由 我不相信壓起來他還敢做 他如果在世界都構成了這些問題 辦嘛 為什麼不敢辦呢 再看下一頁 你會說他只是平台 他在媒合駕駛跟乘客 只是這樣嗎 我們看看 向乘客收取費用 向乘客收取費用叫做平台嗎 如果平台那只是提供一個上架 收取一個上架的費用 他不是喔 他在跟乘客收取費用 再看 跟司機約定拆帳的比例 平台 平台只是收一個上架費啊 他在拆帳喔 再看 價格決定權在Uber的手上 不管對乘客對司機 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政府幹什麼的 政府的法令視若無物 違法行為莫此為勝 交通部真的沒有法律人才嗎 過去我們是一直按照交通法規啦 但委員今天的提示 什麼交通法規 交通法規也是 所有的法律是一體的 任何一個行為 不會只有適用一種法律啦 你們就這麼老實嗎 好再看 Uber跟司機之間如果產生的糾紛 到底是委任 還是僱傭 還是承擔 在座就有個法學博士法律專家 我們張智青張教授張老師在這裡 你們都不會去問一下港務公司的董事長在哪裡 他說是法律專家 我突然間想到張老師在那裡 你為什麼不會問一下呢 交通部沒有人才嗎 他也是海大教授耶 我也在海大教授耶 我就看到了我們張老師在那裡啊 你為什麼不會去請教一下呢 讓計程車司機 惶惶不安 他們在講 他們的生意受到影響 而我們的法令 我們政府的威信受到的強害 再看下一張 看看全世界Uber的司機 強姦的乘客 強暴乘客 已經有六千多件 我們的計程車司機如果有妨礙性自主的前科 有強盜前科 有這一些危害社會治安的前科 不可以當計程車司機 對不對 是 是齁 是 啊Uber的司機沒有篩選耶 搞不好出去做Uber的司機的這些人裡面就有 強姦的累犯耶 搞不好裡面還有通緝犯耶 利用這個 漏洞 這裡面我們怎麼去 那這樣對計程車司機公平嗎 所以呢強姦犯不能開計程車 可以去開Uber 可以這樣嗎 這是在全世界已經發生了 有多少個案例 有多少個案例 難道真的要台灣發生一個案例 全民在那邊踏伐的時候 然後你們才要出來道勸嗎 然後才出來講說 我們好好的來管理嗎 不能渡見 防衛不就是我們政府 應該有的責任嗎 所以不是一天兩天耶 這麼多天耶 我實在不願意講說你們應該移送監察院去好好的 讓監察院去是不是考慮一下要不要彈劾啊 糾正我覺得是應該糾正啦 糾正還不足以啊 處理啊 搞不好糾舉啊 相關的人啊 主管業務的人啊 真的要調職啊 甚至真的要彈劾啊 好 再看最後一張 再看一下 Uber現在令人擔心的 擔憂的狀況 大家看一下 跟司機間的法律關係不明 不管在民事上各方面 行政法上也不明 司機跟乘客的法律關係也不明 啊他到底是承難 因為叫來好像是承難 又好像是委任 又好像是僱傭 法律關係不一樣 適用出來的法律效果 以及整個裁判的過程都不一樣 再看 沒有辦理合法的汽車運輸業登記 慰盡於國內經營事業應該負擔的責任 容易漏稅 非常容易漏稅 司機的權利 勞基法有保障他嗎 Uber有負責我們司機的這些勞工的權利嗎 他是勞工竟然沒有勞保 沒有相關勞基法的保障 全個的誠意 我們的消保法 當出現了爭議 你們怎麼去保障人家呢 就踢給內政部消保官去嗎 就踢給了他們嗎 你們剛好也不是你們交通部主管的 你們剛好就可以踢給他嗎 業務上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公路法 運輸業 管理規則等等 所以一大堆的問題我也不再講了 我今天具體 從法律的角度告訴你 如果這一家公司 再繼續這麼做 要求經濟部撤銷公司登記 再繼續這麼做 移送法辦 善若他能違背法令罪 能不能做 我們有跟經濟部要求過 那經濟部是說 這部分 他依法無懼去撤銷他的公司 依法無懼 善若他能違背法令的公司 這個 依法無懼 我們會參照這樣來研議辦理 是 財政部不是沒有法律專家 所以最後 今天要告訴你 立即回去 把他們移送法辦 立即移送法辦 我相信 他會怕的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逼他去做公司登記 逼他去處理這些相關的法律問題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你 謝謝委員指正 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在王榮章委員巡答之後 要休息 讓大家洗個手一下 接下來請費洪泰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今天練習的女士先生 主席幫我請一下交通部的次長 還有台鐵局的局長 中副局長請 中副局長請 台鐵局應該是副局長 主席幫我請 匯委員好 是的 在台灣完全收不到他的錢 是 然後他再匯回來給他們75%或80% 是 還有一個就是出現了問題的liability 到底誰來負責 對不對 是 但是我不問你這個內容了 我再提醒你一下 我記得林全在 你們新任交通部部長的時候 他曾經說 好像是有條件要開放Uber在台灣的市場 有沒有講過這種話 報紙上好像有這樣的報導 基本上我們過去也一直跟Uber 台灣宇柏公司在跟他溝通 希望他能夠調整能夠納入我們國家的管理的體系 事實上他始終是沒有做出相對應的回應 我曾經聽過台灣大車隊他們的講法 你如果要開放Uber 你給我的條件 你一樣就可以了 他們就會有競爭力 那換句話說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當然牽涉到 已經到了林全那種層次的政策 我們再看看他 我等到總質詢我再來請教他 好不好 我先請教一下 我想今天各位都不是政務官 我就問一些地方上的事物的問題 台鐵 我看到你們最近好像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高鐵在五月底要開始從南港發車 你們要改點 因此台鐵想在南港站跟松山站 松山火車站 日後發車不管是對號非對號的車子 用跳蛙式的 換句話說 一般停一般不停 有沒有這樣的策略 是不是請中副區長來說明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原則上是有 講大正一點 原則上是有 因為事實上整個車市的安排 如果因為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車站的附近的居民都希望 每班車都在他的車站 對我同意你的講法 那我請教你一個數字好了好不好 以去年為例 在松山車站上下車的有多少人 別人先不要回答我給你考試 在南港車站上下車的你們台鐵的人有多少人 這個詳細的數字我要查一下 但是松山是比較多的 我讓我讓你隨便講講大概多少人 或者你同人跟你講 松山山亂南港 一萬 我是用你們去你們內部的資料 全年上車585萬在松山 下車574萬 南港不到四分之一 不到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多一點點 那我既然要捨棄小的 我們先從效率來講 我捨棄小的 還是捨棄大的 這個是要做一個選擇了 對不對 當然你說 因為高鐵從 從南港發了 很多人都會跑到那邊去 那請問我講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原來在松山搭火車的人 我因為你這個政策 你沒有跟台北市政府協調一下 我讓他的公車接駁車 從松山車站可以到達 或從各地松山西域區的 甚至大安區的 有公車啊 或捷運到達南港站 有沒有這個這樣子的計畫 一對 根本沒有啦 一對 一對松山的現在的戶地 你們七月份就打算這樣子幹 南港是有 我跟你講 這不是政策喔 這是從你們的組織規劃喔 看不出來你們有認真的要思考這個問題喔 我先跟你明講 南港怎麼做我沒有意見 松山車站你敢叫做我就把你幹掉 對不對 你要考慮清楚啊 你不能為了你們的事情 你就犧牲掉了松山西域 還有一部內湖的人去做 在松山車站搭車的權益啊 你們根本沒有考慮清楚嘛 你總要有一個替代方案啊 對不對 你要什麼接駁車或什麼車去 我對你一向子平常也蠻尊敬的啊 但是你們從你們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是覺得你們有一個通盤的規劃 我在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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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槛裡面 已經很多人跟我講這樣子的事情了 我相信給你們滿意的人也應該很多了 今天我問你的問題 你那個數字都都答不出來 局長 部長回去告訴你們局長 不要看這是小事喔 你去講什麼什麼大事 那些人未必會在意 可是影響到他的每天上 尤其上班時間 他因此而多剩下了半小時 要跑到南港去 他會不恨喔 舉例 從五星街或從什麼 從那個這個 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 南京東路五段 四段那邊過來的人 他有公車有捷運可以到 一下子他要跑到南港去他沒有 那怎麼辦呢 他是不是還要想辦法要再多換一班車 跑到南港去 每天早上上班的時間 是非常緊的 你們要從居民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你聽到嗎 是 我要跟你報告 區間車是不受影響的 蛤 區間車是不受影響的 不會 還是一樣是暫暫停的 你們這對號跟非對號 通通是要這樣做喔 你們所公布出來的訊息是這樣子的喔 不會這樣子啦 就是 那你改變的是什麼 我們 現在就 如果有這樣 跳蛙式的是對號式才會 那區間車本身就是每站 本來就是每站都停 另外 基本上講松山的 那我請問你 對號車 現在在南港的人數 跟在松山的人數 比例有沒有很近 會差很多 那目前因為都停在松山 就是4比1啦 就是4比1 我跟你講喔 你真的要考慮哪一個站的人多 要從他的問題先來處理啦 你們沒有必要為了高鐵的發車 你去影響到我們 我們松山信義跟內湖某些人 搭台鐵的權益啊 我跟你講我對你們什麼虧損 我都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你們大眾運作系統 方便是第一啦 但是如果說你們要 別的事情 老百姓事情不考慮 我跟你講 那我就要開始追究你們其他的問題了 是 那個 你請回主席幫我請一下 我們 台北市捷運局的主密 來 捷運局 台北市捷運局 會委員 剛剛您對台鐵的這個指證 我也會請他們在審慎評估 好 市長謝謝 感謝 我想這不是政策了 來王主秘 市委員好 主秘想請教一下 這個你們捷運西域縣的東延段 平常講我對這個東延段 從我當議員 從我當副議長開始到議員 一直到立委 我努力了非常久 我把這環評幫你們通過了 是 我跟當時 毛治國先生當交通部部長的時候 我真的跟他威脅利誘 講白了威脅利誘 才把預算給他通過了 是 可是一到現在 預算通過了多少年了 你知道嗎 六年了 為什麼還沒有動工啊 跟委員報告 我們預定 今年就會發包 市工 你們四年發包 你把R3站把它廢掉了 是不是 因為那個用地的地主 他們有 主秘 我跟你講給你聽啊 在座的各位也許不清楚啊 1.8公里花多少錢 你知道嗎 110億啊 這個預算爭取的真的很辛苦啊 1.8公里設兩站 R3 R4站 R3你把它廢掉了 R3站旁邊四個里 最大的里安康里 一萬多人 那四個里加起來大概有 四萬五千人到五萬人 日後你那邊 你在臨時可以再做出口嗎 你做好 如果沒有做出口 以後可不可以再做出口 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 那就是啊 沒有辦法 110億不是某種程度 他的 他的投資的效益 就減低了很多了呢 我跟你講 我對這個狀況 我知之甚想 我給你們建議啊 當然不是凡事都要用特例啊 那邊確實至少要有一個出口啊 否則你這個錢投下去花那麼多錢 內站不設 就中間那一點不設 我覺得是可惜了 所以你們要想盡辦法 跟那邊的地主 怎麼去連開或共購或架構等等 你們最近不是說要用 用協議徵收嗎 這種方法都是可以的 但是平常講 你們只要求人家簽委託書 舉例他的二十坪二十五坪的房子 簽了委託書 發回來多少坪 沒有人知道 如果換人是你 你會不會這樣子幹呢 你不會這樣子幹 主席我今天對你這樣講 不是對你啦 回去告訴你們局長 那是還有東 那是東工處是不是 這邊會由南工處來施工 南工處 你告訴他們啊 處其事的人啊 腦袋要靈活一點 想出一個解決方法 否則這個一百一十億投下去的效益啊 我覺得少了一些啦 好吧 把我的話轉告給你們局長 想辦法去處理啦 好吧 好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我們的趙委 我們盧秀燕委員質詢 盧委員請 主席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請幾位首長一起上台 請交通部吳次長 請中央氣象局新局長 請鐵路局的副局長 請高鐵局楊祖密 請這個國道高速公路局陳局長 謝謝 好 那點到名的各位官員請上台 盧委員好 各位首長好 這個氣象局上次跟這個APP來聯繫 那上次的地震 那有發布有很多人手機 有接到這個地震的訊息 效果不錯 雖然有些地方可能還要再加強 譬如說有的這個連結並沒有很好 有人手機沒想 那有人想太多了等等之類 可以做個檢討沒關係 不過另外一方面 有民眾跟我反應了 我喜歡為小市民發言 有民眾跟我反應說 那你手機想 可是我們重要的交通場站 並沒有想 發這個訊息警報的目的 是為了提醒大家地震來了 請大家加強防護 或者是就地掩蔽 或者是趕快出去等等之類 總而言之就是提高警覺 大家要做好掩護工作 可是你手機想 那當他有些人 他可能在公眾的場館上 他沒想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這個違得不足 尤其高鐵 我每天坐高鐵上下班 那高鐵全線有的地方 那個手機是不通的 訊息是不通的嘛 那所以他完全是處在一個 失聯狀態 整輛車他手機都不通 都沒有辦法接到這個APP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我們把改進 未來地震 或者重要的這些警報 交通重要的場站 譬如說台鐵的場站 高鐵的場站 機場的場站 港口場站等等之類的 有沒有辦法同步發 同步發布警報 技術上困難嗎 你們目前有沒有這樣研究 什麼時候可以做到 謝謝 我非常認同盧委員 剛剛的這樣的一個提醒 那重要場站 能夠把相關的訊息做 同步的這個播送 那目前機制上面呢 是由氣象局把相關的訊息 轉給所謂的國家災防科技中心 再由國家災防科技中心 轉給所有的這個電信業者 那將來是不是有可能 再進一步 由場站的部分 也能夠做接收來做發布 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新局長可不可以再說明一下 喂好 我想PWS 基本上現在是NCC 跟災防辦在主導了 那這個對象其實都是 正度達到市級以上 縣市政府的所在地 所以其實如果你的場站 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你本來就應該要收到這些資訊 當然這裡面是3G跟4G 基本上會有機會收到 我現在講一下公共場域的發布 你們輸送這樣的系統 並不困難嘛對不對 是 那我想請問鐵路局 你們歡迎這樣子嗎 就是說 當地震來的時候 不只民眾手機接到警報 同時他如果在鐵路局 在公路局 他也同時也有聲響的警報發起 你們歡迎嗎 那你們技術上做得到嗎 原則上我們當然支持 但是現在只要我們場站 只要當地縣市政府 有一個地震系的警報的時候 我們也會收到 那我們就會依照我們的這個地震的一個 的這個作業程序去處理 比如說3級以上 我們是限速60公里 不是我現在說發警報 你們譬如說在台北火車站 台中火車站地震來的時候 大家手機開始響起來 你們在裡面有廣播警報嗎 過去都沒有過嗎 實際上我們來研究來辦理 是 那我想這技術上應該不是問題 那這個 這個我想請教吳次長 你們這個政策 你們準備推廣嗎 我想技術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們會請這個台鐵跟高鐵 跟這個所有公共運輸的這個場站 在收到這個地震的訊息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盡快的同時 也能夠用廣播相關的訊息系統 讓所有在這個場站裡面的民眾 也同步可以透過這個看板 能夠看得到這些資訊 或者是聽廣播 我想我們來努力 我今天有提案 那已經成案了 已經成案 那你們多久可以研究呢 半個月一個月 這個其實是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啦 那我們這個 不要超過一個月好不好 不要超過一個月 我本來想要給你們兩個禮拜 那 不太忍心這麼急迫 一個月可以嗎 給我們兩個月的時間 因為台灣地震平凡啦 因為這裡面可能有一些小的技術 還有一些設備的問題 好 兩個月的時間好不好 謝謝 接下來我要請教 我上個禮拜到桃園機場去 那從立法院到過去呢 走五陽高架 我覺得效果很好 過去那段常會塞車嘛 那做了五陽高架 的確效果很好 而且呢 一條路兩用 下面也走 上面也走 可以分流 第三個又避免徵收 那 所以他本身興建不但這個經費節省 而且效果良好 現在後禮跟彰化我的故鄉啊 台中也有發生這個交通雍賽的情形 所以我不曉得在交通部的計劃裡面 有沒有後張高高架道路的這個興建計劃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後禮到彰化地區啊 這個地方經常雍賽的這種情形 其實舉裡頭或不裡頭啊 我們大概就會持續 在這個地方做 易用賽路段的一個改善 那在這裡頭 目前是沒有相關的一個 譬如說像類似像五陽高架的 這樣的一個計劃 但是在這個地方裡頭 有一些 配合的一個計劃 在這裡實施 有的是地方政府在做 有的是我們 可是不夠啊 你還是塞啊 你現在已經有這個 實施的配合計劃 交通疏導計劃 可是還是塞 過去五陽也是這種情形 所以才蓋了五陽嘛 因為過去的這個 疏散計劃或配合計劃 都沒有成功 那所以我現在在問你 你現在計劃就是沒有 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才會造成後裏到彰化階段 還是塞嗎 譬如說後裏在南向 往神岡這裡 我們會有一個相關的一個 快速道路 跟神岡北向的一個交流道 會去做一個改建 然後呢在這個委員 或許很多委員也很關心的 在國一的這個道路上 會跟台七四系統交流道 這也會做一個改建 然後在國市封壇段 這個原來ミス到的這個link 我們也會做一些連結 這是現行正在規劃中的一個系統 那我們相信說像這樣的一個系統 如果連結起來 對那個整個地區的交通呢 是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改善 另外這兩天郵局有發布一個消息 郵局的這個翁董事長 這個過去郵局大部分是八點上班 那最近呢你們發布一個新聞說 為了配合勞基法 所以要改成八點半郵局才開門 我就接到很多小市民的反應 說因為很多人是利用上班前去投地 或者去處理他的這個帳戶 結果呢你們現在改成八點半 結果大家都沒辦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你們為了要把這個上班時間延後 所以也壓縮了郵局同仁休息時間 過去他們中午可以休息一個小時 未來只能休息半個小時 所以啊小市民也不高興 郵局同仁也不高興 那你們這樣的計劃 可是勞基法並沒有規定 上班是八點半呢 勞基法只有規定公時啊 他沒有規定幾點到幾點 基本上是彈性公時啊 那所以你們為什麼要改成八點半 你們有經過郵局是要服務大眾 你們要實施公布七月一號開始執行的話 有經過民意調查嗎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這個案子啊 我們在內部做過很多討論 也跟各地的同仁商討 然後最後董事會來決定 那麼其原因當然是勞基法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規定 勞基法規定是八點半上班嗎 他是連續工作四小時 沒有吧 他是說你工作幾 但他現在新制勞基法規定 連續工作四小時之後 必須強制休息半小時 造成我們內部的調班啊 發生非常嚴重的管理問題 所以我們就不得已啊 來調整這些班次 變成是八點半開 但並不是所有郵局都是 那你們這樣子應該增加人力嗎 那你們現在也把同仁休息 中午午餐時間 從一個小時壓縮到半小時 對不對 是沒有錯 對啊同仁也很不高興啊 基本上小市民不高興同仁不高興 第三個很重要 你們也同時宣佈 重要的機關你要配合 不在此縣 譬如說有的機關是七點上班 你就跟著七點開門 沒有錯 像立法院是九點開始正式會議 所以你們配合九點 那你們既然機關你們都可以配合 小市民大家已經習以為常 八點鐘開門 那你們不配合 那是不是官大標準啊 立法院比較重要 或者是哪些單位 他是八點就上班的 他比較重要 所以你配合他 那小市民就不管他 為什麼這些單位你可以配合他 重要政府機關你可以配合 但是小市民你不管他 謝謝委員 也不合道理啊 如果你按照機法應該一視同仁 不是嗎 謝謝委員指教 正反兩面的聲音都有 那麼委員今天提出來 我們會來慎重考慮 如何大家再做些微調 對 我希望你們透過一個科學根據的 譬如說你要做民意調查嘛 對不對 那你們郵局這麼大的單位 那做一些民意調查 你基本上以服務為導向 所以應該去民意調查 到底是怎麼樣做比較合適 好 謝謝 另外有幾位同仁 不好意思 因為我今天有些很多的提案 都關係到你們 都已經成案了 那有的來不及這個質詢 不過沒有關係 待會兒你們的提案 有什麼意見的話 你們可以反應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請回 好 接下來我們請 王龍張委員質詢 王委員請 主席麻煩我請吳次長 來 次長請 另外 另外 是不是我們公路總局的 洪副局長 洪副局長 請 王委員好 次長好 我想請教 我們的無障礙計程車 的計畫 實施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不曉得 對我們來講的話 在成效上面 作為主管機關 我們滿不滿意 或者是說 它整個的 移動的 集成啊等等 那然後 它的 目前的 現況 是不是在我們的 原來的就是說 計畫 預期當中 我想 無障礙計程車的部分 事實上是 還有 再進一步 改進的 空間 那 具體的細節的部分 我是不是請 陸正師王滬市長 來說明一下 請 各位報告 就這個計程車的部分 確實 如我們次長所說的 在推廣過程中 政府是用部分的補助 去希望引導部分的駕駛 願意在它更換車輛的時候 能夠投資這樣的車輛來進行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內容我都清楚 是 我是說目前的成效 是不是在原來我們的計畫 預期當中的 我們這樣講 在車輛數的成長 原來預期 希望在去年年底 能夠突破400輛 到目前為止 到417輛 這個是在原來的計畫當中 但是這417輛 目前大部分集中在大都會也是個事實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希望透過引導的方式 往其他縣市擴充 但是在其他縣市 離開都會區的話 其他縣市數量上 就會相對的沒有那麼足夠 所以對於民眾 如果要叫車的話 在這些地區 還沒有辦法達到 我直接請教你 你們給我的資料裡面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到去年 到今年的2月底為止 是408輛 您剛剛講 現在已經417輛 那在這裡面 目前我們總載運 行動不變者 的乘客數量 是218000多 趟次 那這一個部分 來講的話 符不符合我們當初計畫的預期 當時我們計畫的時候 是對於車輛來看的 設定的目標 希望它每個月 在載運客數的時候 至少要能夠達到30% 是能夠服務這些對象的這個 那以目前來講 因為這些 這些 這些的 計程車 它的 推出的 這個部分 接受補助然後 領排 然後上路的 時間有先後順序 所以很難 就是說直接做平均 對 以目前來講 載客的 再搭乘 再送行動不變者 的 烫刺 的這個部分 符不符合我們原先的預期 我們目前在 凡是我們申請的 這個地方政府的時候 這裡面都有 後續的追蹤管考機制 那這個地方每個月 它會有報表提出來 那程度我剛才說明了 30%的部分 到目前回報的 都是有符合 符合 符合 目前的就是說 情況已經都符合我們 我要請問一下 這樣子的烫刺 是怎麼樣子做統計的 基本上 就是 車隊 報來 然後我們就同意 就承認 有兩種方式 我們有沒有集合 有 地方政府的做法 大概都是用事後電話 因為它當時有登載 電話 預約的時候就把電話留下來 那這個資料當然要保留下來 那地方政府在做 事後的追查 是用這些電話回溯回去 去問這些使用者 他們是不是確實 有使用過這樣的車輛 當然同步他們就會問 被這樣服務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建議 大概目前 我們看我們的這個做法 跟地方政府的合作 都是依照這種機制在進行當中 我初步我剛剛講 就是說 這樣子的算法不科學 但是初步來做 算的情況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每一輛車的話 大概在載送536趟次 左右 行動不便者 好 那它留住上路的時間 有早有晚 如果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事實上 它載送的 就是說趟次 事實上是有限的 它如果就說百分之 這裡面就佔它百分之三十的的話 我想我們計程車業者 應該來講 就是說它的營業等等 就會非常的可憐 它有沒有辦法維持它的溫飽 都會有問題啊 因為現在我們這些補助的叫做通用無障礙 但是我們剛才講 30%是希望是針對 真正有長戰手冊這些需求 強的這些 對嘛 你說已經達到百分之三十 所以我們回推過去的話 它整個的 就是說債客量 事實上是非常少的 我再請教你 有主管機關 你們知道 就是說事實上 在整個服務裡面 最讓身心障礙者 詬病的原因裡面 一個是叫不到車 我想這個部分你們應該非常清楚 那這樣子我們所補助的車輛 很多都在從事包車旅遊的工作 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有沒有掌握 然後有什麼對策來處理 這個部分 確實在社會上的報導 跟我們這地方的觀察 確實有這種現象 尤其在部分風景地區 我們也看到 有無障礙的車輛 在那地方做比較密集度的聚集跟服務 那當然我想這也就是 他們業者本身也希望 透過這個機會去獲取獲利 這是一方面 但是我們這地方 就是針對後面 它的常態性的追蹤 它到底有沒有在這個服務探次 裡面有這麼多的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有具體的作為跟辦法 然後改變跟改善的方式 請再回復本席 好的好的 另外的這個部分的話 超收費用 就直接要求加價 是 就是說每一趟次的話 要增加100 150 200等等不等 是 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當然知道就是說 我們希望 實用者的這個部分 消費者來做檢舉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有什麼樣子的辦法 有什麼樣的作為 我坦白跟委員報告 從我們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跟地方政府合作 一部分 我們主動的部分 就是事後去直接做聯繫這些使用者 當然在這過程之中 如果有發現這個情勢 就成案了 那這個一定是要去處分的 我們到目前為止 處分過多少件 我這邊目前沒有統計數字 不過我事後可以補給委員這樣的數字 但是目前來講 具體改善的作為 這一個部分的話 請你們 就是說詳細的資料跟報告 再給我 是 接下來時間有限的這個部分 我想再請教的是 次長 就是說 兩位可以請回 好不好 就是說 次長 不曉得您知不知道 我們在花蓮 火車站的這一個部分 在過去有所謂的 臨時孫子 的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有這個學生去做義務的幫忙 對 看到學生們有這樣的作為 我不知道您的感想跟感受是什麼 我想這總是一件好事啦 但是在整個 可以說 事實上整個社福的這個體系 也應該還有改善空間 我想這不是社福 做一個這樣子的主管機關的話 我不曉得看到這樣子的 就是說必須有 就是說學生用人力 來做 就是說學助 我想我們相關的 管單位的話 應該覺得很汗顏啦 我想委員指的是這個 無障礙的部分 無障礙設施的部分 是 是 我們再來持續改善 對 持續改善 什麼時候可以改善 花蓮有臨時孫子 好 那其他的地方 事實上我們目前 我們的鐵路 車站的這個部分 台鐵的車站 不是完全通通都無障礙 我想對 花蓮的這個部分 也沒有無障礙 是 你們現在只有裝了 台鐵 台鐵的車站 事實上也 全省的這個車站 也不斷在做這些改善的措施 當然可能速度不夠快 我想我們事後再提供一份資料 我們未來會是什麼樣一個進程 給委員做參考 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不只本席啊 歷來事實上非常多的委員 無論是不是身心障礙 關心身心障礙 那這裡面最主要的是 特別就是說關心 我們在高齡化之後老人 的一個情況裡面 就是說 台鐵的就是說 作為跟做法 事實上 太慢 太落後了 我再請教你們 好 我們現有的 場站 好 已經有無障礙 有相關的就是說 升降機 然後有 因關的 無障礙設施的 這一個部分 我不曉得就是說 特別的升降機等等的 這一個部分 它如果故障了 我們有沒有什麼替代的措施跟辦法 標準的作業 有沒有 請中庫局長來說明替代的辦法 如果我們的樓梯要上下樓梯 樓梯的要到月台 然後升降機故障了 好 甚至於像 普新站 我們在5月5號 失火 燒掉了之後 的的話 有沒有標準的替代作業的措施 在車站本體內 一般我們一等站都會有手扶梯跟電梯 電梯是必備的啦 我知道 我現在在講 它如果故障 或者是失靈了 我們有什麼替代措施 我告訴你 你們現在就貼一個公告 告訴大家 壞了 大家自己想辦法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有 需要 搭乘電梯的這些 這些 旅客的話 我們會協助他到 前後有電梯的站 來搭乘 你們怎麼樣子協助 就是 會 你們會提供富康巴士 會 你們會提供爬梯機 目前的情況高鐵 就說捷運 他都會提供這樣的服務 台鐵的這個部分 對於我們的無障礙設施設備 故障了的話 我們怎麼樣子協助行動不便旅客 的標準作業 這是不是應該要訂出一個流程 跟規定出來 是 我們回去以後來嚴厲 儘快來 多久可以出來 兩個禮拜好不好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裡面我們制定完成 是我們現有的無障礙設施設備 一旦故障了之後的的話 我們各個場站 我不希望就是說 這裡面就是說 只有一等車站 等等如何 我們越是 就是說在鄉下的地方 如果他越依賴我們 台鐵的就是說交通的這一個部分 事實上他替代的可能性是少的 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如何來協助他完成他相關的旅程 跟交通需要的這一個部分 好 我們在兩個禮拜 訂出相關標準作業的SOP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謝謝 報告各位 我們現在要休息五分鐘 那如果說五分鐘不夠的話 我們到時候再看清醒 那原則上休息五分鐘 謝謝 請可以 謝謝 麻煩你們 fog左招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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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大家一起 我们 因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就是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年 感谢观看 我们 行走走 让我们 积极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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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們來跟衛福部來商量看看 好不好 那個 那個次長 我再請教 因為國人和連假航空 爭議的事件 可以說 103年有184件 那高於102年的69件 那國人以這個連假航空消費爭議的 可以說 平民的這個 平傳 那這個雖然有公佈 但是國際機票交易 重要須知的範本 但是民眾還是認為說 保障權益不足 本期認為民航局 這個林局長 本期認為民航局 除了因加強這個 灰安安全 灰安的安全以外 更重要就是 保障這個民眾 這個 搭機的這個權益 那 民航局未來 有哪些可以做的 積極的做法 我想對這個連假航空的爭議事件 民航局這邊 有一個專線在做一個處理 那對於 我們也要求這個連假航空 必須將相關的資訊 能夠在他的 網站能夠揭露 然後在相關的 如果有緊急事件的時候 必須以電子郵件 用簡訊的方式 來通知這個 相關的這個乘客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保障這個 搭機乘客的權利 這是很重要 那其實當然 連假航空它為了促銷 票價低 但是相對 會產生衍生一些 後遺症跟問題出來 這個部分我認為民航局 應該要多提供一些資訊 而且多一些對權利的保障如何 來確保 多一些要求 也讓這些搭乘會計的 這些人也了解 是的 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是 這個好 那個林局長你請回去 那個我請那個 鐵路那個 次長你等一下 是 那個鐵路局啊 中戶局長好不好 那個裡面講 你一面走我一面講 因為台鐵守護梯 我想最近我們都知道 故障頻繁啦 那多次造成這個旅客受傷 那先前更有台鐵 這個洩漏整個工程底標啊 這個這些弊案的發展 那請問 台鐵 這個電梯和守護梯的這些採購 是以最低標還是最有利標 還是一直最低標 那個 中務局長 目前因為 這個 電梯的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鐵工機做好以後 新車站交給我們 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 入籍自己 招標的部分 那 入籍自己招標的部分 目前都 大部分都是用最低標來採購 對啊 結果這個品質很差 衍生很多的問題啊 本系認為台鐵 應針對所有的電梯手護梯 做全面性的檢修 那 這個 你有什麼看法 我們現在事實上 也在做這個 這方面的這個 檢修 全面檢修的工作 然後將來會演繹一套 這個 改善的一個 辦法出來 因為齁 你要辦理這個 電梯手護梯採購的時候 這個品質很重要啊 齁 那 後續的這些禮約保證啊 包括維修維護等等 要明定在企業中 齁 那我認為說 他的工程品 他的 那個品質很重要 你要是 找 有名的 這個比較 這個有政治標記啊 好的這些品牌的 他可以用很久 也比較有保障 你要是 弄一些品質不好的 當然經常會有問題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 那個 吳局長我再請教你齁 這個 我想禮拜一啊 清晨 北台灣下舉好雨 那 強度啊 當然就像颱風一樣 包括桃園 新北市 部分地區啊 瞬間累積 破百的這個 破百毫米 但是 台鐵更傳出災情啊 包括英哥跟桃園間 積水面積 淹沒軌道 地基掏空 還有這個雙線交通中斷兩個小時 延誤了一萬三千多名的旅客 那對近來豪大雨 降雨機會增加 台鐵市我 有沒有要針對這些 液淹水地基 進行這些排水改善的措施啊 或加高這個 軌道的地基 防止淹水 以免啊 未來這個整個交通中斷 一樣會影響到 這個 搭客搭的這些 民眾的權益 會 委員我們會 朝這方面來做啦 那這個強降雨的部分 坦白講 實在很難去防範啦 但是 只要有這個訊息來的話 我們對於現在比較低挖的這些路線喔 他的排水的這個 設施部分喔 我們會先加強來巡邏 來把他這個 如果有 衣曬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先把他 把水溝啦 把 把它清理 清重緩急 可以做的馬上立竿要去做 立竿見你 你不要說 對不對 知道說這個問題的發生 你沒有去做 沒有去杜絕 那下一次來一樣是這樣子 那 那又影響到 這個 搭乘的這些 乘客的權益 是不是這樣子 是 我們在五六月喔 因為 七八月就是 颱風季 所以五六月的時候 我們都會 一個 一個 比較整體性的 一個 檢視 那個副局長 你做的時候 在枯水期做 然後你先把它 規劃設計好 該做的時候 因為你做 有時候做到一半 又強降雨下來 你又沒有辦法施工 又產生很多的後遺症問題出來 我希望台鐵 最短時間做最有效的改善 好不好 那你請回去 我繼續請那個 我們那個次長齁 我想次長 那個地震速報系統 最近民眾 這個 所討論的 是民眾所討論的焦點 那 我想 很多人都會問說 委員你的手機 有沒有收到地震的簡訊 其實 像我 派工室裡面的助理 也只有一個收到 那其他三個幾乎都沒有 這個 在國會裡面 也沒有收到 這個地震的簡訊 那 交通部和 這NCC 大約需要多久 才能夠讓 整個通報系統 更加來穩定 而且很準確 跟委員報告 他目前是在測試的階段 那按照NCC跟NCDR 就是國家在航空中心 他們的這個騎乘是 在7月份開始要使用 那 在4月就是上禮拜的這個 他事實上是在試用的時候 產生的這些困難跟一些 需要改進的地方就是 他們未來要再去努力把它補強的地方 我希望在最短時間裡面 好不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有民眾像本席說 現在白天 有許多計程車 沒有職業的登記證 也在開車 甚至於是 知名計程車的車隊 那發生 司機茂名 開車載客的現象 那 交通部有沒有要 去如何的防範跟應應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計程車管理是在 各個地方政府 我們會協同各個地方政府 來加強管理 那你們會不會去要求 我們會 如果有檢舉或陳情的時候 或者是相關的情資 我們會請地方政府加強去查氣 因為這個取締的請務 如何和警方合作 怎麼樣去安排 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對不對 因為你喔 這個乘客搭計程車 他要是冒名頂替 安全要得到保障 對啊 他就沒有安全保障了 是 是 好不好 一定要強力去要求 是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請中央氣象局 新再行局長 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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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好 局長好 那各位同仁大家好 局長早上有地震 早上有 台東 我們這個國家級 這個所謂 這個警報系統有發嗎 好 以這個地震的標準 跟所引起的影響 他並沒有達到那個標準 所以他有一定的標準 是 那 這個 局長我們想問的是 請看下一頁 下一個 好 其實我想問的是 這個所謂地震儀鋪設計畫 一變再變 好 這個 局長我們一開始看 原本的長度是 要在東部海岸要鋪250公里嗎 對 最原始的計畫 那現在鋪多長 在第一期裡面鋪了45公里 那 原本250公里是要花多少錢 8億多到8億多 那我們現在鋪了45 對 45 那第一期的時候是花了5億多 5億多 是 那 局長 250公里 8.5億 是 那現在鋪了45公里 花了5億多 對 那在第一期 那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差距會不會太大 這個比例會不會不成比 你看齁 你50 不到50公里 你就花了5億嘛 那250公里 你原本只編8.5億啊 是 這個差距 是怎樣 是 一開始預估有問題 還是你的執行上有問題 我想跟委員解釋一下齁 因為鋪海欄這件事情 其實在國內並沒有那個船 可以去鋪這海欄 所以很多的錢是花在 這個 船 從日本到台灣來所花的時間 那 局長那一開始 估這個8.5億是怎麼來的 8.5億是 船在鋪250公里 所以 250公里跟45公里 只差了200公里的海欄的 那個材料的錢 所以船的這個來的次數 並沒有 一樣還是一樣一次嘛 齁 如果只鋪250公里 跟鋪45公里 都來一次 那 為什麼現在只能鋪到50公里 那時候 因為經費的爭取上 有一些困難 什麼困難 是 政府不支持嗎還是 基本上就是會有排擠的作用 所以並沒有 並沒有編足 沒有辦法編 那我們現在怎樣 就這個50公里 是足夠用嗎 所以45公里 其實在這個海欄 在103年5月的時候 因為被拖漁船 拖掉了 把那個 那個感應器拖掉了 所以現在有在用嗎 現在是有第二期 在做 不是 局長那你先問 原本鋪的 現在有在用嗎 現在45 那個海欄還在 不是 有沒有在Function啊 現在沒有 所以這5億是怎樣 沒有 這5億的中間有大概 3000到4000萬的感應器 其實現在是被拖掉的 所以它是沒有用 所以局長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是 原本你250公里 8.1億 8.5億 現在是45公里 花了5億 可是這5億 這45公里 也沒有在運作就對了 現在沒有 現在因為感應器 被拖走了以後 它並沒有 所以那這是誰的錯 這個 這漁船的錯 我想這個是非人力可以 可以 那當時你們在估這個計畫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這個因素嗎 有 有考慮到這個因素 因為當初我們的評估是 跟漁民的評估這個 脫掉的 脫掉網最多到200公尺 但是我們的儀器已經鋪到 大概280公尺 但是它還是被拿掉 被被脫掉了 那沒辦法補救 補救就是現在在第二期在做的 第二期要再花多少錢 5億 4億 5千 那會不會又來一個漁船 又把它拖走 這一次我們的深度降到了500公尺以下了 我想可能這個拖網的那個 不是 局長 這個計畫之 讓人家覺得有趣的是 250公里變50公里 8.5億花了5億 是 結果現在不能用 現在並沒有完全 這5億並沒有完全浪費掉 而只是這中間的儀器的那部分 是不能再使用的 然後你還要再花5億 是 再持續往後面接到100億 然後以後可能漁船還是會去破壞它 希望是不會因為我們 那你們沒有評估過 當然評估過 你們鋪的地點 是都評估過 設計的方式 是 而且我們都都 局長 我現在台灣民眾現在很關心 這個地震預報 所以你要花錢在鋪這個 海底地震儀 我相信大家都會支持 謝謝 可是你這個方式 你覺得 我們可以接受嗎 立法院可以接受嗎 這個我想這個 整個的過程 其實是結合了台灣的所有的學界 跟科學界 還有業界 還有產業界 一起來設計 所以我們的智慧 最後一個5億的計畫 現在不能用 而且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50公里夠嗎 你原本估250公里 那你現在50公里夠用嗎 你如果縮小規模 有沒有辦法得到你預期延伸監測範圍的成效 這當然有50公里有50公里的成效 100公里有100公里成效 200公里有200公里的範圍 所以原本預估為什麼要250 250是希望他能夠在東部外海的時候 能夠cover到花蓮那個附近去 那現在只有在宜蘭外海而已 但在第二期裡面 我們就增加75公里 其實就慢慢已經延伸到了 好我們再花個5億 對 可是你也不確定以後會不會被漁船弄壞 這個這種是一定有風險的 我覺得這樣已經有到予取與求 就是說我們很關心 所以當你變這些預算的時候 民眾也會支持 是 本院也會支持 可是 250變50 沒有一個檢討 花了5億以後現在不能用 這都會檢討過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5億並不是完全不能用 而是說 現在不能用嘛 現在不能用 你有在用嗎 你現在有在用嗎 在第二期還是靠前面的45公里 那還要再花5億嘛 這是沒有辦法的 我實在是不想跟你在那邊繞 接下來 這是我們接到的這個所謂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這是本席那時候 地震的時候所接到的這個 所謂國家級警報 我相信很多人也在抱怨 第一個時間很慢 第二個 晚了以後來了二十幾則 那我知道這也不是你們的問題 局長我現在想問的是 那你這個國家級警報的內容 能不能更充實一點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在PWS裡面的設計裡面 它最多只能接受五文字 而且不超過九十個字 我知道 可是你蹲對個別地區 你可以有不同的設計嗎 對個別地區 對其實它統一 如果要設計得很複雜的話 可能它在發佈的時候 下一頁 這個是 民間開發的這個所謂APP 像這個它就資訊比較多 這個參考架子 因為回到前夜 我收到這個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地震已經發生了 可是我得到這個資訊 對每個民眾而言 它到底能有什麼幫助 這個很難 有些比較專業 譬如說你這邊講到 四級以上 你們警告只是四級以上 那四級以上 在四級以上 地區的民眾 應該做什麼反應 我覺得這你們要推廣 回到前夜 現在有台灣的民間在推動所謂區域型強震即時警報 還有這個限地型強震即時警報 我們講的是限地型 因為他們有在一些學校推廣 是 我想請問 這個氣象局 你們有沒有考慮把這個放進來 這個國家 這個地震中心跟這個民間業者 研發這個限地型強震即時警報 他也就是說 他把這個儀器放在每個local的地方 他自己會反應 當然他有這個準確度的問題 可是他這樣子 會不會對地方的民眾 對地方 比如說學校啦 人口聚集的地方 這個幫助會比較大 氣象局未來會不會考慮 建置這樣子 所謂限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兩種地震預警的方式在做 區域型是由氣象局在做 是國家在做 對 那麼限地型現在是 國家地震工程中心 他們在做實驗性的計畫 那這兩個計畫如果到了 區域型的地震警報系統成熟以後 慢慢會把限地型的警報 來彌補一些在盲區裡面的一些問題 我想這個是遲早要做的一件事情 回到前夜齁 其實像 5月12號媒體報導 這個科技公司 捐贈這個 複合型地震預警系統給 臺南市二十所學校 這個會不會對地方 的幫助比較大 比如說 我們收到你這個 這個系統 這個比如說四級以上的地區的時候 其實對民眾的資訊幫助並不大 他也不知道怎麼反應 第二個 當然時間 當然你們一直強調時間不是你們的問題 可是我們會比較關心的是 比如說像學校 機關用地 如果他們有設置這種所謂 限地型的話 會不會對他們幫助比較大 我覺得 氣象局是不是應該 沿你從這個方向出發 你要強化一些 因為像日本 我們看這個 他講日本這些地方政府 其實他們有建置這種 地震預警系統 是比較local的 而不是從 氣象局自己從中央控制 這樣的資訊 會不會對民眾的幫助更大 不過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日本的發展 是朝區域型在做 限地型有他的 他的那個風險性 他的失誤暴力其實是很高的 對當然會有失誤暴力 可是 地震的問題是這樣 你就算是有失誤 可是其實影響並不大 我們不要擔心的是 當真正你有強政來襲的時候 你預警的時間比較短 其實局長你也知道 其實這個是台灣的發明 日本大量的在使用 那反而台灣 我們的官方 我們的氣象局 使用或看重的程度 反而比較差 我想我也看過那個報導了 其實我覺得那裡面報導 有一些誤導 國人的一些 對啦 因為地震預警 其實是一個成熟性在發展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只是在想 花了五億 鋪了五十公里 然後現在不能用 然後你要再拿個五億 可是你也保證 沒辦法保證未來能用 然後你對民間的這些發展 你又說 其實他有些盲點 我們也承認 可是我一直說 那五億元 如果你移到別的地方去用 比如這些限定型的 會不會幫助比較大 地震這個事情 台灣民眾非常關心 所以你要多少經費 我想大家都會支持 可是這個五億喔 丟到海裡面去 然後你跟我們講說 因為漁船的關係 沒辦法用 氣象局 需不需要有人 為這個事情負責 你還要再要個五億啊 結果還是只有五十公里啊 報告委員 這個其實都經過 局長 你不覺得你們有人 需要為這個事情負責嗎 我想我們會 我們有在檢討 你們這個事情要不要檢討 否則你再要個五億 就像我剛才問的 那漁船呢 一過來 是不是又不能用了 好 兩百五十公里 變成五十公里 就已經很大的問題了 結果五十公里 還不能用 還要再要個五億 局長 這個在外面的形象 是非常糟糕的 可不可以好好檢討 好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報告各位委員 報告在場的各位 列席備選官員 因為現在時間 已經接近十二點鐘 那為了節省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們一邊用餐 一邊開會不休息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發便當 發便當 那請大家在座位上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就一邊吃飯 一邊開會 這樣可以節省時間 我們不休息 那所以各單位麻煩 可以開始發便當 但是麻煩請大家保持會場秩序 那第二個呢 如果有些人要去洗一下手的話 在不妨害秩序的情況之下 也可以去洗個手 不要客氣 接下來我們請高金素媒委員 質詢 高金素媒委員 高金素媒委員不在 請周辰秀霞委員 周辰秀霞 周辰秀霞委員不在 請陳歐破委員 陳歐破委員 陳歐破委員 陳歐破委員不在 請劉兆豪委員 劉兆豪委員 劉兆豪委員不在 請江永昌委員質詢 江永昌委員 是財政預算委員會的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請這個觀光局 今天是祖密來嗎 我在你們的網站上有查到 這裡們委託台灣旅宿協會 去做的一個非法民宿跟合法民宿 非法旅館跟合法旅館的這個數據統計 你知道吧 在你們網站上 我先講第一件事情 你們所公佈的資料 一直都跟各縣市政府 因為主管機關有你們 也有地方縣市政府 對吧 每次那個資訊 都是有落差 數據對不上 監察院的報告裡面 也有提出 你們講說 台灣旅宿網是不動登記制 資料可以隨時更新 但是跟縣市的數據不一樣 表示你沒有掌握最新的一個狀況 這個部分有沒有去做改善 請回答 移工的 那所以 就是跟地方的對不上 對 我們現在用這個網站 直接請他們登記的方式 這樣可以比較快一點 你說如果現在開始查的時候 你們雙方的數據會是一致 對 我跟你講我昨天查還是不一致 對 目前是還不一致 因為是他們報上來 會有時間落差 你有時間落差你就不容易掌控 你不容易掌控非法的 你就不容易去稽查 對 我是這樣說的對不對 對我們了解 所以你已經花多少的人力無力 在做這個監製 而這個審計單位 也一直給你們糾正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 始終沒有辦法控管好 你是無視於這個審計長 他們的要求嗎 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在設這個網站 可以讓他們直接登記 那你給一個期限吧 什麼時候會動好 什麼時候可以 就是你們要同步一致 好 我跟你講 回頭來看你們網站上的一個數據 從2014年非法的民數 348到2015 393到2016 433 年增率大概10%非法的 那當然合法的民數也有在增加 非法的旅館 2014 335 2015 411 2016 524 這個將近20% 的非法旅館的一個年增率 那你們到底有沒有跟 地方的縣市政府 你們怎麼輔導地方的縣市政府 或說你們做什麼樣的一個措施 做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去把這個非法的部分 給遏止下來 請回答 茶報中心主任 來 是跟委員報告 當然對於這個 有關非法的民宿的一個查查 是地方政府這一邊 會主動去做一個清查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光局 在一個都島的立場 我們都透過一些 他可能比較人力不足的部分 我們有 預算補充他的一些人力 跟設備的經費 那另外對於他這個 查查上面的 我講給你聽 不管是你們或地方 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落差 你們在網站上面寫的 那些非法的民宿或旅館 是你們已知的 是已知的 其實齁 從這個報載 或是從其他的資料 的一個顯示 還有很多未知的合法 都不在統計數據裡面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雖然說你剛剛有努力 其實你去讀條例齁 發展觀光條例 不管是關於 旅館業的管理規則 或是民宿的管理辦法 都有 對合法的定期 不定期的檢查 對未合法的 每年都要積查兩次 這個還不包括說你 未知的不合法 可是你剛剛自己講啊 你給縣市政府輔導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跟他配合 新北市啊 522間啊 合法非法啦齁 四個人在辦 一個人131家要管理 桃園市一個人要管理 139家 台中市一個人要管理 174間啊 屏東 宜蘭更嚴重啊 一個人要管理700多間啊 台東要管一個人要管理300多間 澎湖一個人要管理400多間 那你跟地方政府就你們主管這個 共同的業務 你到底提供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政策 什麼樣一個作為 所以你剛剛講的 本席聽起來 是毫無進展啊 跟委員報告啊 當然對於地方政府 人力不足的部分 剛剛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有 官局有編列預算 他人力不足 他沒有辦法去積查 他沒有辦法去做 任何的旅館或民宿的一個要求的時候 你中央政府你做什麼事情 跟委員報告 我們剛剛 就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有編列預算 來為地方政府 他如果有補充需要臨時性的人力 還有積查相關的設備 所以你的目標應該是直轄市 或是非直轄市的這些縣市 應該達到 你們至少有知道的合法 跟非合法的旅館或民宿 應該達到多少的人力比 你認為應該是多少 我想這個部分是地方政府 他們在這個 你知道你又丟回去了嗎 整個縣市整個旅宿查查的 我跟你講 你應該去你的相關的法律 或你的規則 或你的辦法 你應該去制定完善 我現在講了齁 剛剛所講的 已經還不包括說 你未知的違法 那我現在就問你 現在網路上 平台上 我舉兩家 一個Airbnb 一個Acoda 請問啊 他們的那個房源 大概多少間 你有掌握嗎 目前我們大概了解了 Airbnb 有登記嗎 Airbnb沒有嗎 Airbnb他的房源 大概有1萬6千間左右 1萬6千間 好 那Acoda呢 Acoda大概1萬 我剛剛所講的齁 就你們官方網站上面的 這個數據的一個呈現 非法旅館佔總體旅館 當然這不包括未知的啦 是已知非法的 將近佔到10%到15%以上 如果我這樣倒推來講的話 其實包括Acoda 雖然有登記 就常態上來講 他可能他的非法的一個旅館有沒有 也高達1% 那也高達1000間 他要不要公布啊 這些你們看起來 他沒有去做相關登記的 這些非法旅館 你們做任何的一個手段 有沒有去做 我們在這個每年都不定期 我們都有上網去搜尋 這個非法旅數方面的一個資訊 那貴相關的一些資訊 我們都會請相關的主管機關 去做一個查查 那你不要這樣子 自私的一個回答 這也是我們一個 比較一個比較記憶性的作為啦 但我們不 我覺得你是毫無作為啦 來 MBMB齁 其實一般人上網去就可以看到 新莊的溫馨小窩 新門町的3號省錢房 阿哥達上面 斯大二館街角出租 台北街角出租套房 好還有這個丹尼爾民宿 這個相關的這些地方 這些還在台北市呢 首善之都 根本沒有作為啊 你回答我 就隨便從網路上看到 都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到底我們觀光局做了什麼事 我想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 在剛跟委員報告的 就是有關於這些非法旅宿的部分 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或是觀光局 都有上網去主動做一些清查 那當然這些清查的列管 就沒有效果嘛 台北市政府他們必須去處理 我跟妳講齁 阿哥達有登記了 然後我們財政部也很努力 財政部有去瞌睡喔 他查到他的營業額將近兩億 處罰他一千萬的罰金 再加上補繳一千萬的營業稅 那表示財政部那邊有掌握 到底他這個所謂的營業端 他是這個平台跟哪些旅館業者 你們能不能夠去掌握 那如果你們能夠掌握的話 你們要不要去修法 你們要不要去提出說 所有的這個平台喔 不只是你們現在想的就是說 旅館業者要刊登廣告 要把自己的登記的這個 字號都PO上去 我現在講的是 包括平台要來收廣告 都應該納入管理 你覺得咧 關於謝委員 關於這個有關在這個 對平台業者刊登廣告 對非法旅數的一些處罰 以及合法旅數 要刊登這個登記證的部分 這我們目前在放光條例修法 有在做檢討 不是做檢討 我覺得你要有積極的一個作為 你要檢討到什麼時候 檢討到政權交替嗎 是我們也有一些 所以這個事情存在很久了 我現在就這樣問你 AMBA沒有登記 好 更難去管控更難去機查 阿古達有登記了 國稅級都能夠查到 去叫他罰金跟補稅 那以你們而言 他上面網站上 所有的非法的這些旅館 所有非法的這些旅數 你們有能力叫他要公佈 還是你們有能力 再做法律的一個修正 要求受託旅館業者的這個平台 也必須把他相關的這個 違規違法的情形 或者他的證照 或者他的許可能夠刊登出來 能不能這樣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是我們現在修法的方向 會朝這個對於網路平台 他如果刊登的旅宿資訊 應該盡到這個查核的責任 那如果有刊登非法 經過通知 如果你不下架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處罰的機制 那當然對於合法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 你講是這樣講啦 但是你那個機制還沒有完備 就剛剛本席給你看的這些 我要問你 這些都在台北市 這些是民宿還是旅館 這部分在可能 在這個民宿 一般如果是日豬套房 目前現在是歸屬在旅館業 所以這個部分 本席就這樣跟你講 你把這個日豬套房 訂定在旅館業者 但是就台北市而言 他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民宿 去經過申請去經過許可 他都是地下黑宿的 然後他還在這些平台網站上 所以本席這樣跟你建議 其實你應該把民宿 旅館跟日豬套房 分別以法令 然後訂定清楚 你讓他地下轉地上 荷蘭有這個專法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把日豬套房 你不要把它硬是把它 擺在這個旅館業者當中 然後讓他們可以 尋你們所制定的一個法律的依據 去申請去登記 然後讓他轉上地面 其實也是活絡經濟 其實也是創造你們有效管理的一個做法 這是本席的一個建議 你要不要補充說明一下 其他國家有的開始做 日本跟大陸現在開始要這樣想 荷蘭已經有專法了 另外再訂一類 日豬套房 要促進它的活用 我想這個部分 對於日豬套房 是不是要合法納管這個議題 當然現在我們是 就是以旅館業來做一個管理 那可能 你擋得住嗎 我想未來這個部分 你擋得住嗎 你擋不住 那你們應該未雨綢繆 早就想好一個方式 那現在來修法 現在來立法 來訂定法規 然後跟縣市政府合作啊 這個才是長遠之計啊 而且這是當下有沒有 觀光旅遊 大家有沒有住宿 這個最需要最迫切的地方 那台灣在發館觀光的時候 我們的日豬套房 閒在一點點空在那裡 又被你們當作地下 是被你們當作是 未知的 合法非法的一個旅宿 你們又沒有任何能力能夠作為 所以趕快思考一下 趕快要怎麼做 不要再一些都丟到以後啦 可不可以 我想 住宿型態 做個承諾可不可以 修訂法規 另外分人別類 好好有效管理 這個住宿型態所要還是安全啊 那這個部分法規的檢討我們會持續來做 努力去做啦 好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羅明財委員質詢 羅明財委員也是我們 財政預算決算委員會非常資深的委員 謝謝主席各位 處理習官員大家好 主席各位請交通部 吳次長請 以及台北市政府監獄工程局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併好不好 還有桃園機場 國恩有限公司 還有國道高速公路局 觀光局 羅文邀請的官員請上台 謝謝 那我想請教一下 是 羅文好 是 我們看到現在喔 這個 整個環境 時代一直在變啦 今天我們講的是 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 是 那這個 看看過去 想想現在 未來怎麼做齁 那交通的進步 整個環境變 現在國內 Uber啊 使用的情況是怎麼樣齁 第一個 合不合法 不合法 第二個 已經 市場上大家都在使用了 因為很方便 那你們怎麼樣做管理 第三個 現在還有機車工程 這個利益良善 因為比較便宜 環保愛地球等等 是不是可以請你說明一下 目前Uber它是屬於不合法營運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也多次跟Uber公司 希望它能夠調整它的這個營業的方式 能夠納入我們現有的這個 這個技能服務業的這個管理 那它始終不願意做必要的這個修正 現在目前你講說不合法 可是 現存的大家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因為一來它對消費的人 現在請問 大概在市區在 在這個台灣啊 大概有多少量的Uber的 Uber的車子在使用 平均一天 大概有多少人在使用Uber 這個我們沒有資料 你是主管單位你說沒有資料 因為事實上它是一個 它宣稱它是一個資訊媒合 所以它的資料我們也拿不到 那這個我們只能靠這個去檢舉 然後這個去取締 可是現存的使用情況都非常的頻繁 它不是立案的一個運輸服務業 它是聲稱它是一個資訊的服務業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是主管機關啊 如果從運輸上面我們是主管機關 所以我們一直在取締 那你說台灣的情況你現在有反對 那請問 當然我們一方面也在 為什麼在先進的國家 紐約會有Uber 一方面也在鼓勵現有的計程車業者 來提升它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叫車的服務的方式 跟它的這個服務的品質 所謂的多元計程車的服務方案 你說這是非法嘛 它是非法 市場上是這樣 有它的需求才會存在嘛 民眾才 這是一個供需關係嘛 你應該想說為什麼會有 紐約有沒有 全世界很多城市都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們有 那未來 未來台灣有沒有可能有 認為它是合法的 沒有合法你就取締啊 你怎麼可以讓公權力睡著呢 沒有睡著 事實上大家都在取締 所有各個城市都在取締 你們又不管又做事 我們也跟地方政府都一直一直在 像高雄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都努力在取締當中啊 那摩托車的部分呢 摩托車的部分事實上 在其他的國家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啦 但是目前國內並沒有這樣一個 交通部鼓不鼓勵 摩托車的共程 我們並不鼓勵這樣的方式啦 不鼓勵也存在啊 我問了很多的民眾 安全上的疑慮 很多的這個小資 他們都說很方便啊 比較便宜啊 事實上 國內有一些所謂的快遞的服務業者 他本來也就是應用這種方式 請交通部好好研究一下 當市場有這個需求出現的時候 你應該用什麼嶄新的一個心態來面對 而不是一味的拒絕 一味的排斥 我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這個就好像是老人家 老人家 在掌控 在執行一些業務一樣 用舊的思維 怎麼樣來面對時代 我們一直是維持一個開放的方式 但是他必須要遵循相關的我們的要求啊 網路開始推動 很多人 老人家 LKK 說我不會上網 你知道現在已經20% 大家都是上網買東西啊 你們還在想說 我要走傳統市場去買溫體豬肉 沒有沒有 時代改變了嘛 是 另外 那個 捷運比較重要 現在談一下 捷運啊 延伸至 安坑 那我們今天早上 朱立倫市場 我剛晚到 就是因為我們去東工剪採 玫瑰路到安泰路 已經開始推動了 這也是本席啊 在立法院 從政以來的一個 我的政見 現在逐一 逐夢踏實 中央也40億40億的預算 土地都開始徵收 推號道路第一期第二期都完工 現在第三期做完了 捷運就要開始推動 捷運 延伸至安坑啊 你們可以幫上什麼忙 讓他速度快一點 品質好一點 這因為是 捷運是地方政府在推動 是 因為你們跟這個台北市的這個捷運局 當初都是你們有參與規劃 另外一個 就是本席在昨天也提案 臨時提案通過了 這個捷運 從木柵動物園可以延伸到深坑 延伸到石定 讓整個地方啊 這個好山好水好交通 讓地方幸福的 趕快交通便捷的發展 這個能不能大力來推動支持一下 跟委員報告 新北市政府代表這邊說明 有關安坑的部分 我們土建統包就早上開工嘛 那都市計畫變更 大概今年可以提到內政部去 那通過以後 各車站的部分的出入口用地就取得 那包括施工的部分 那安坑的部分 現在報到交通部 那可行性研究的部分 他們初步沒有反對意見 那還在依他們意見修正 提給高雷局轉交通部去審查 經費上有沒有欠缺 目前可行性是沒有表示其他的意見 安坑的預算都沒問題 這個有錢好辦事 缺的部分啊 請中央大力支持協助好不好 好謝謝交通部次長 可以嗎 將來計畫審查通過 經過國發會的審查行政同意 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持 好我們一起中央到地方 一起來努力 讓地方看到便捷好交通 另外幾個讚的部分 要請多注意一下 有很多學校 像那個清河國小 錦雯達官國中小 我們每天看這些學生很辛苦 上下課的時間 刮大風下大雨 可不可以讓這些動線 有一個避風避雨的連接道 讓大家做捷運的時候 比較安全也比較方便 遮風避雨好不好 好我們跟他這個會看來了解他們的需求 另外剛剛本席所講 捷運延伸至深坑制實定 什麼時候開始推動 這個到深坑的可行性已經報到這個交通部了 是 那這個可行性 如果他們 通過以後 接著就是要報這個 綜合規劃 好是 加快步伐 過去啊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全力都支持捷運延伸至深坑制實定 現在這個已經520以後 就換了新政府 我們大家都在看 以前這次選舉的人說 以前都在騙耶 騙到現在深坑實定都沒有捷運 那我們過去國民黨都是支持 捷運延伸至深坑至實定 那現在換新政府了 他們以前在罵嘛 現在這個520以後 新政府接了以後 希望啊 大家都在看 速度快一點 我們現在 新的政府是完全執政 如果再做不好的話 就以後大家 會罵新政府了 好不好 我希望你們在這個交接的時候 接棒 接著順利 讓這個棒子 可以趕快的 跑完 趕快的讓地方看得到 捷運延伸至深坑制實定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那另外 有關 國道高速公用局的部分 國三甲 到深坑啊 到實定啊 有時候那個 感覺路面不是很順 還有 深坑到 汐止 還有 深坑到 新店到中和那個地方啊 路面感覺啊 一場豪大雨以後 感覺不是很平順 這段是不是可以加強 來做維修 讓路要平 讓路要通 好不好 我們請同仁再去看一下 然後如果有不平的 我們立即來做一些處理 好 謝謝 我們希望說 這個國道高速公路 這個快速 安全 道路平坦的 這樣一個 好的印象 我們可以持續 來 這個 maintain 下去 讓大家 對你們 尊敬 而且對你們 感謝 跟鼓勵 謝謝 另外 國際機場的這個部分 台灣國際機場啊 每次啊堵車都堵的 那個 那個車子應該怎麼 飛機下來啊 堵在半空中啊 不斷的盤旋啊 另外那個 新的 停車車 那個 降落 降落場啊 那個 飛行道啊 什麼時候會完工啊 第三跑道 都已經完成修復了 現在這個 在空中塞機的情形 應該已經大幅改善了 對 所以 現在就不會塞了 呃 理論上是不會塞了 對 是不是因為路客來台 減少了關係 呃 我想 台灣 進出的飛的這個航班 不是只有大陸啦 我想 因為現在整個 兩條跑道都可以提供服務 所以現在塞機的情形 應該 大幅減少了 最近 觀光客來台 是不是520這段時間 越來越少了 少了大概 七成左右 應該是沒有這麼多啦 那少了多少 大概 五成有沒有 三成吧 少了三成啊 是 大概三四成 三四成喔 對 這個要注意一下 是 因為 宇客少了 相關的交通 東南亞 飯店 各方面啊 還有一些運輸 遊覽車 計程車 小吃攤 全部都挖挖腳 是 好不好 請問多注意這個問題 看看有什麼代替的方案 謝謝 是 是 報告各位委員 我們第一輪的巡打都已經結束了 那因為立法院常常數個委員會同時開會 那委員在各個委員會之間趕場 有時候還有陳情案要接有記者會等等之類 所以以至於有些委員沒有辦法趕上他自己原來登記的質詢 那我們現場有劉兆豪委員 他是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那他剛才因為錯過他的質詢 所以主席特許他五分鐘質詢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可不可以請氣象局局長 謝謝 有來嗎 新局長 我是您的請裏 amigo 請裏有ản compl Hug 我也好 新局長 我請教一下 我們這次的結算報告裡面第十二月 去上裡面 主席稱區為何時評供台灣東部海域電纜或地震 Ball 以症等過去相關的作業 你的可不可以做一個說明一下 這個計畫是要幾年的計畫 地震政策計畫 這個計畫目前在執行第二期 前面第一期是從一百年開始 一百年 從98年到一百年 我看總經費是八億五千多萬 對 原本的第一期的計畫原本是八億五千萬 要鋪250公里的海南到在東部外海 但是在那三年裡面只能爭取到五億多 所以只鋪了45公里 局長 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計畫的目標 你知道達成怎樣的目標 花那麼多錢 八億多 對 這個目標 其實250公里 是希望能夠有一些感應器放在東部的外海 來偵測地震的發生 還有海嘯的發生 如果這個計畫都建置完畢之後 如果照你們規劃之間完畢 我們預測 就是說 簡單講我們當然是希望 一般民眾我們是外行 但我們希望你提早跟我們講說這個有地震 才有意義 地震都已經發生了 你告訴我有地震 那個意義就不大 你們目標預估是這樣的海南 電纜 海底的電纜 還有你們建置整個計畫完成 花那麼多錢 八億都是非常多的錢 你們目標是可以 如果說按照原本250公里的海南鋪下去的話 我們是希望在海南影響的範圍裡面所有發生的地震 其實跟內陸地震發生一樣 能夠有偵測的效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海嘯的預警能夠提前10到20分鐘 海嘯10到20分鐘 地震呢 地震就是在海南的範圍裡面 它的偵測能力跟陸地上是一樣的 好 那局長我再請教 那在主計處對你們有一些意見 說你們為妥適評估 觀測一次建置深度及位置等等 那也造成這個漁船捕撈的 因為重疊 區域重疊 所以造成因為在脫網的過程當中 會對漁器產生損害 那你們現在 這個問題是你們目前為止 你們如何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在第二期裡面 我們已經把那個海南的第一個感應器 放在500公尺以下了 原本的第一個感應器是在280公尺 其實那個時候在鋪的時候 已經評估過 還漁船的拖網其實只到200公尺 但是可能有些非法的拖網出現 所以讓280公尺 局長 那你們現在有產生 被評估的是第一期吧 是 第一期現在有沒有辦法 因為已經埋在200多海面底下 有沒有辦法改善 這就是在第一期其實鋪了45公里 在45公里的地方有一個漁器 那個漁器被拖走 其實海南還存在在那裡 所以海南是要再拖上來 拉上來以後再去接第二期的海南 所以你們第一期已經鋪設了 深度是沒有辦法變更的嘛 對 那第一期沒有辦法變更 那有可能 將來還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漁船 那我們怎麼樣去跟漁業署做一個結合 或告知在附近作業的漁船 在這部分至少進到告知的義務 就是說讓他們知道說這裡面我們有偵測的漁器 阿不然你這個第一期 你發生你第二期還是可能 你未來還是可能發生這個狀況阿 其實我們在第一期的時候 已經對附近的漁會 在漁會裡面做很多次的說明 也跟希望漁會去幫我們宣導 其實這些事情都有在做 那麼在第二期我們的改善方案就是說 可以看到第一期被拉掉的是那個 鋪在海底表面上的感應器 那麼我們在第二期裡面就再挖深 把這些海欄是在地底下埋藍 本席今天就是要要求你 第二期深度你已經加深了 可能客觀評估來講 發生這樣的機率就很低 那第一期已經發生遺棄被打撈漁網 拖走的這種狀況 如果我們避止的橫向聯繫沒有做好的話 還是有可能再發生阿 我們會繼續加強這方面 因為你那個深度是固定利益 不可能再加深 還是有可能被拖走 所以反而現在既然沒有辦法改變 他的深度的狀況 反而就是重點是在橫向的聯繫 好不好 橫向跟漁月署跟漁會的聯繫 來避免這個狀況發生 那另外第二點就是說 這個不在今天報告裡面 本席一直非常在意 就是說我們現在台東的氣象站 在進行改建 那你們改建 除了那個建築之外 你們最珍貴的 你應該很清楚是那三棵的 松樹 是將近百年的松樹 是非常珍貴的 那本席還是要求你那個 去向站 因為我們一般的民眾 對氣象站是很陌生 那我覺得在台東這個區塊 那個氣象站 第一個有歷史價值 無論他的在設立的歷史價值 還是年代夠久遠 第二個是讓他的氣象站 對整體的 我們生活上是有一定的密切關係 第三個又有那個幾顆 非常珍貴的百年老松 我本席再次建議你們 積極主動的跟各學校 來做聯繫 特別是小學或中學來聯繫 開放場域 讓我們的民眾 特別是學生 他能夠知道我們氣象站 而且他是在市中心嘛 在扮演的重要的一個角色 而且讓我們學生 在求學的過程當中 就對有這方面的相關的知識 這些沒問題 我們會集體去做 OK 謝謝 報告各位 我們報告已經尋答都已經完畢了 那麼現在蕭美琴委員 余婉如委員 李坤澤委員提了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主管機關以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當中未及答覆的部分 請相關主管機關於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也請於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我們現在進行討論事項及提案 那麼一共有五個提案 我們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審查項目 以及提案共五案 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郭武函附屬單位決算及中繼表案審查項目 一單位決算部分 一交通部 二民用航空局 三中央氣象局 四觀光局及所屬 五運輸研究所 六公路總局及所屬 二營業基金決算部分 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二台灣鐵路管理局 三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四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三已結束事業收支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四非營業特種基金決算部分 一作業基金 交通作業基金 二特別收入基金 航港建設基金 宣讀提案 第一案 建於台灣地區人口快速老化 且出生率大幅下降 未來將影響生活圈道路系統使用頻率與流量 因而建議交通部在規劃相關道路系統時 需考量人口老化 出生率大幅下降 人口減少情形等因素 避免浪費政府經費 提案人委員 曾明中聯署委員 費鴻泰 盧秀燕 賴士寶 羅明財等委員 第二案 有建於無障礙計程車數量太少 造成身障人士許多不便 身障者反映無障礙計程車轎車不易 有時必須提早預約 若臨時需要出門 透過轎車平台 很難轎道無障礙計程車 原此建請交通部提高補助 鼓勵更多無障礙車輛 投入服務身障者的行列 提案人委員盧秀燕 許國勇 費鴻泰 王榮章 陳奈樹美 曾明中 羅明財等委員 第三案 有建於日前宜蘭外海大地震 我國首次啟用 災防告警 細胞廣播系統 訊息系統 利用行動通訊系統的 細胞廣播服務技術 將警報發送到國人手機 然而發布情況混亂 有未收到者 有重複收到者 顯帶改進 此外 公共運輸系統 如捷運 台鐵高鐵等重要交通產站 卻未見相同的預警 防災系統未盡全工 有建於此 要求交通部 應即刻檢討我國之災害 預警系統 研議捷運 台鐵高鐵 機場 港口等重要交通場站 應同步發布 地震警報 以達到防災之目的 提案人委員 盧秀燕連署人委員 許國勇 費鴻太 王榮章 陳奈樹美 曾明宗 農民財等委員 第四案 有建於 國道一號 獲利至彰化 塞車問題頻繁 造成民眾不便 民眾抱怨 塞車問題不解決 遇到尖峰時段 必定動彈不得 原始 建請交通部 評估新建 獲利至彰化 高價道路 不僅能有效分散車流 更得以讓中部地區居民 早日遠離塞車之夢也 提案人委員 盧秀燕、許國勇、費鴻太、王榮章、陳奈樹美、 曾明忠、羅明財等委員 第五案 有建於隨著城市發展需求 許多新市政或新開發地區 時常在高速發展期時 產生大量居住人口 造成既有公共設施或服務不服使用 以台中市、北區、北屯區為例 許多新興社區 有舉中日大牌 長榮民眾苦不堪言 此等情形在全國屢見不鮮 有建於此 要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因每年評估一次 各地區郵政除惠 服務需求 並適時開設新局 提案人委員 盧秀燕、聯署人委員 許國勇、費鴻太、王榮章、陳奈樹美、 曾明忠、農民財等委員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審查項目以及提案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的話 我們均照案通過 審查結果 本次審查有關各單位 預算之執行、政策之實施 以及特別事件之審核、救濟等事項 均照列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審查結果 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報告各位 我們今天的審查工作非常順利 本席常在講決算比預算還要重要 因為決算是真正花錢執行的成果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各位花著耐心 讓我們審查結果順利 尤其現任的內閣總辭 今天有很多新任的內閣還沒有宣誓就職 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副手 甚至矚密上場 表現、稱職值得肯定 第三個 審查預算能夠順利 我們除了感謝今天出席的委員之外 要完成法定的審查 也要有一定人數的委員在場 協助各位完成法定的工作 所以我們要特別謝謝 現在還留在現場的曾明宗委員 謝謝江永昌委員 那協助交通部門來完成103年度的決算 謝謝兩位委員 那最後我們今天的議程已經進行完畢 比我們預期的時間還要順利 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宣布散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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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